你知道吗 天下第一断天涯的原地选角 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张卫健 就连宣传海报都把他放在关键位置上 可惜当时张卫健档期排不开 才由李亚鹏出演 而他只客串古三通一角 但仍将古三通的玩世不公 和深情暗许演绎的淋漓尽致 话说武林中有一奇人 名叫天池怪侠 以金刚不坏神功和西弓大法 打遍天下无敌手 天池怪侠隐退后 各方豪杰四处寻找其藏身之处 其中以游侠古三通最为痴迷 机缘巧合下 结识皇子朱无事 朱无事虽是皇子 但母亲不是后妃 树出的他在宫中不受待见 便一人一马闯荡江湖 想要拜天池怪侠为师 两人相见恨晚 皆为八败之交 古三通甚至愿意和他分享 天池怪侠的武功 这是寻找墓穴的四道口诀 天上的水 水里的火 火里的兵 兵里的武功 前两句是指天池每隔三年的地喷奇景 可后一句火里的兵 火里怎么可能有兵 二人带着疑惑来到天池 等了许久后 看到漫天火焰喷涌而出的奇景 可火里的兵 二人还是想不明白 交谈间 朱无事无意说出千年宣兵 浴火不容的秘心 机灵的古三通 立刻意识到天池中有千年宣兵 两人当即就跳入寒潭 以高深内功抵御透骨寒冷 最终在天池底发现一冰洞 天池怪侠便作化于此 尸体因常年低温 两百年不符 身前两本秘籍 并还放置 正是天池怪侠的成名绝学 金刚不坏神功 和西功大法 可两本秘籍 却是一个童子身裂 一个非童子身裂 朱无事身为皇子 放荡惯了 早非童子身 于是错过了天池怪侠 最厉害的武功 而古三通二十年来守身如玉 自然得了金刚不坏神功 此后三月 两人废弃忘食的练功 直到有一天 古三通指负为婚的表妹 肃心来了 而当时古三通练功到了关键时刻 于是朱无事便前去迎接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从朱无事见到肃心的第一眼 他就深深爱上了 这个素雅如蓝的女子 在肃心到来的日子里 一心要成为天下第一 认为武学至上的武痴 古三通依旧早晚练功 难免冷落了未婚妻素心 朱无事便多了 与素心相处的机会 能陪着心爱的人 还练什么武功 渐渐的 古三通的武学造诣 逐渐超过他 他也不在意 满眼都是素心的一颦一笑 言语间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意 突然的示爱 让素心慌乱无措 转身就走 而朱无事与古三通闲聊 古三通的话 让朱无事彻底心碎 练武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其他一切都可以不要 包括素心在内 特使我未婚妻呀 想不要都不行的 他无法争夺皇位 现在连心爱的女人也无法争夺 朋友欺着身份 让他始终如梗在喉 之后的三个月 古三通习武大成 到处挑战 各派好手 他武功齐高 却为人顽皮 比武虽点到为止 但对败者总是出言戏弄 让大家尽时颜面 得到不败顽童的称号 也成为武林功敌 各大男派都欲除之而后快 而朱无事和素心 则陪着他走遍四方 直到有一天 古三通告诉两人 八大派联名 邀他七日后太夫决战 朱无事和素心连忙劝他 可素心的一句我们 让古三通大为恼火 什么时候变成我们 应该是我们才对 连在一起管我 好样的 第二天就留信离开 让素心从此跟着朱无事 素心伤心落泪 朱无事便趁机表明 自己的皇子身份 要带他回京成婚 素心心思凌乱间 只好答应 可皇上知道 素心与人有过婚约 对此极为反对 之后又提到古三通 在太夫之盼 不仅杀死八派诸多好手 还杀死了前去观战的 六扇门捕头 总计107人 已经成为朝廷侵犯 皇上知道 如今天下能抓到古三通 只有朱无事 朱无事碍于兄弟情义 本不想去 可皇帝许诺 只要他能抓到古三通 就允许他骂素心为妃 朱无事大喜过望 当即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素心 这个可怜的女人 自己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竟然要不死不休 不忍看到两白剧伤的素心 苦劝朱无事 但他此时 已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不顾素心反对 执意出发 可就在他离开时 素心也离开了 并先一步走到古三通 与古三通一起生活了一年之久 并生下一个男孩 但古三通 还是整天到处与人比武 直到有一天 回到家中 来取弟哥中的宝金 却是取完后 转身就走 遇到邻居程大嫂 便告诉他 自己要与朱无事决战 却不知 自己已经有了儿子 而素心得知 两人要决战后 含泪将儿子交给程大嫂 自己前去阻止 再说 古三通与朱无事大战三天三夜 此时已精疲力竭 但仍未分胜负 于是决定 以一招定胜负 并立下赌约 任何人 只要输了半招 就算输 如果我输了 这一生一世 为了还尽天牢 不得超生 如果你输了 这一生一世 只有听到古三通三个字 就马上走人 古三通 你从来没有真心爱过素心 真心爱他的人 是我朱无事 你惭不惭愧 听到这话 古三通片刻失神 可高手过招 就在毫离之间 朱无事抢先发招 攻去一掌 而古三通还愣在原地 这时 素心从远处狂奔而来 为古三通挡下半掌 也就是这半掌 让柔弱的素心 全身经脉进断 看着妻子倒在身前 古三通在失忆与愧疚中 自愿被关进天牢 既是履约 又是赎罪 而朱无事 则带着已经气息几无的素心 来到天池怪侠的冰洞 用千年悬兵 镇住身体不败 以武林圣药 三颗天香豆蔻之一为尹 吊着素心胸中的一口气 以活死人的状态 再死长眠 之后 组建护龙山庄 愚公收集天下情报 维护朝纲 于是 秘密寻找剩余两颗天香豆蔻 悉记爱人复活 而另一边 苦等几天未果的程大嫂 担心古三通 仇家寻来 便抱着孩子 带上古三通 藏于暗阁中的金条 来到一个叫三里镇的地方 化名兰姑 开了家染房 维持生计之余 还收养了附近的孤儿 一是做膳事 为素心夫妻积德 一是为孩子找些玩伴 岁月荏苒 转眼孩子 到了读书十字的年纪 兰姑便请来教书先生 可孩子到现在 还没有名字 读圣贤书 读圣贤书 总为何事啊 曾黑白明是非而已 那就叫曾黑白吧 不好 该叫成是非 我以后可以叫成是非了 十五年后 三里镇突发大火 成是非和一众孤儿带着兰姑出逃 半路却被山贼拦住 山贼见无才可及 便将成是非等人抓走 留下眼睛被熏瞎的兰姑 独自漂泊 而成是非等人来到山寨后 如鱼得水 很快成为混世魔王 可成是非从不消停 心眼比鬼多的他 很快逃出山寨 从此山寨里少了个祸害 京城市井 却多了个坑蒙拐骗的小混混 成是非虽然调皮捣蛋 但心思纯良 经常骗了钱不忍心 又还了回去 这天与同伴在赌场消遣 哪知同伴输光了家底 哄他说出去给老婆买东西 却把他留在赌方 等成是非一觉醒来 已是深夜 这才得知同伴谎称是他老爹 把他卖给了赌方 他察觉到不对 想要开溜 可开赌方的老板 哪有善茬 他把儿子搁在这里做题呀 我不是他儿子 我放你走 我是你孙子 说完 便让人将成是非 装进毯子里运走 驾车的小丝 神清玩味 眼神暧昧地告诉他 要送他去一个 吃喝不愁 还整天有金枝玉叶相伴的地方 转眼间就来到黄城中 一个公公对成是非上下其手 完了还不忘夸奖 不错 不错 原来赌方老板 把他卖给了太监 之后成是非被带进静身房 屋子密不透风 闷热难堪 床上躺满了身上插着羽毛的男人 成是非好奇心大起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插根羽毛 羽毛插在尿管里 三天之后 拔掉羽毛 要是尿得出的话 就没事了 要是尿不出的话 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咯 哇 我不要插羽毛 之后 成是非被关进天牢 不想失去男人乐趣的他 在牢里上蹿下跳 一同折腾无果后 心里暗示要冷静 结果把冷静两次写满墙壁后睡了过去 等醒来 不小心撞破了炕头 竟撞出一个大洞 他当即钻了进去 顺着暗道爬行 却被一只猪拦住去路 就在成是非进退两难时 暗道中突然气流涌动 一股强大吸力将所有事物吸入暗道更深处 成是非拼命抓住暗道两侧 但还是被吸了进去 此处正是天牢第九层 关押谷三通的地方 二十年过后 诸无事风华正茂 谷三通已垂垂老矣 但他对天下第一依然执着 对当年的比武依然耿耿于怀 而他想不到的是 父子俩竟以这种方式见面 富不知子子不识富 好在成是非继承了 古三通精灵古怪的性格 很讨他喜欢 闲聊中告诉成是非 铁胆神猴每隔两年 便会送一个高手进来 检验他的武功是否退步 二十年中 古三通连败八大派高手 吸干他们的内力 并学会他们的武功 可成是非十分困惑 一个牌子怎么会挡得住古三通 古三通却表示 挡住他的不是牌子 而是承诺 当然还有他对肃心的愧疚 况且出去了能如何 他只是天下第二 古三通正说得起劲 成是非却给他泼凉水 你在这里武功再好 也没有用了 对 十一年前我就想通了 老天有眼哪 今天把你送给了我 说完 古三通大嘴一张 浑身真气外散 形成磅礴犀利 将成是非直接吸到身前 然后查看他骨骼经脉 人体击翘 之后直接扒下成是非衣服 并将嘴凑了上来 待成是非醒来 却见浑身刻满蚊子 正疑惑间 古三通的声音从脚下传来 成是八大门牌的绝学 武功秘笈 成是非文言四处寻找 发现古三通摊倒于地上 此刻面色苍白 说话也气喘吁吁 原来古三通当年一战 便落下内伤 如今旧疾复发 已活不过三天 多想一身绝学 就死断绝 便将四十年功力 传给成是非 之后让成是非跪下 行师徒礼 古三通机缘巧合之下 将一身武功 传给自己儿子 并在临死前 听亲生儿子 叫了一句老爸 正是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之后 古三通告诉成是非 之后他指点成是非 用意念将丹田真气引至大脑 再散变全身各处 成是非 随之浑身抽搐 下一秒 全身竟变成金色 双臂相撞 传来铿枪之声 稍一用力 周围铁锁兵器 便被吸到胸前 再猛然一震 兵器竟完全插入石壁 恐怖如斯 之后 古三通教完散工方法 便交代起一言 古三通将此 视为一生遗憾 他一辈子什么都敢干 唯独不敢说爱他 结果被老猪罗抢走了 说完 苦笑两声 何然尝试 古三通一生痴迷武学 心中有爱 却不敢表露 白白错过一场美好姻缘 因为执念 害得自己被囚天牢 害得爱人 长眠冰窖 徒留二十年 爱人神伤 于一生愧疚遗憾 好在 临死将一身武功 传给亲儿子 得到儿子的三败九寇 还任他当了干爹 让他悲剧的一生 了得安慰 挑战贴胆神猴 程世飞这个小混混 是不敢的 他能做的就是 把古三通的话 带给他想见的人 不当提云中 走路好轻松 耶 而程世飞不知道的是 父母一生爆汗 悲剧收场 而他的美好姻缘 已经悄然而至 天下第一 是王晶在内地监制的 第一部电视剧 作为编剧 他的故事 其实就是金庸武侠 柔和喜剧元素的大杂烩 断天牙是蜜狐冲 铁胆神猴是岳不群 龟海一刀是杨过 而程世飞误闯皇宫 迎娶郡主的戏码 不就是尾小宝 上集说道 程世飞在天牢第九层 碰到亲爹古三通 学会了金刚不坏神功 逃出生天后 又误闯皇宫禁院 恰好看到几个黑衣人 掳了一人离去 为了隐藏踪迹 程世飞随便溜进一个房间 却不想 此处正是当街皇妹 云罗郡主的闺房 云罗急万千宠爱于一身 不免刁蛮任性 平日里又愿意学点拳脚把势 总把自己当作行侠仗义的女侠 对于把持朝政 日益做大的曹正纯 很是反感 无聊时就戏弄小太监 打发时间 正巧 屋外曹正纯追踪刺客来到此处 听到屋中有异动 就强行闯入 却见纸上写着 烟狗快走四字 脸色顺便 心中不悦 却不好发难 只能带人灰溜溜离开 躲在屏风后的程世妃 见追兵离开 起身想走 就不小心弄出响动 云罗闻声而动 两脚越过桌椅 一招就将程世妃擒拿 本以为他是刺客 想要教训一番 可程世妃成天骗人骗鬼 忽悠个单纯的小姑娘 还不是手到擒来 展示着身上的武功 说自己是云庸大侠 云罗竟然信了 还使出峨眉的飞凤穿心掌 想要讨教几招 程世妃虽是临阵魔枪 但四十年内力加持之下 任何武功看一变使出 便有八九成火候 仅单地就挡住云罗所有攻势 顺手就是一巴掌 结果自幼娇声惯养 根本没被打过的云罗 不仅不怒 反而笑了 说着还要再来 结果三两下就被制服 还被连吼带骗的叫程世妃老公 一对欢喜冤家就此结缘 之后云罗为了学功夫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程世妃 与此同时 刚在云罗这受气的曹政纯 又被皇上破口大骂 原来被刺客掳走的是当朝太后 侍逢出云国公主带领使团 与大明联姻 太后被劫有失国体 于是皇上一边封锁消息 一边让曹政纯和神侯 秘密追查太后下落 但出云国使者吴丸 显然不愿给这样的机会 他要求太后今日就接见公主 否则就是伤害邦国友好 曹政纯和神侯 见吴丸如此咄咄逼人 料定太后失踪与其有关 于是推脱 说太后身体有恙 可吴丸却主动要求 为太后诊治 如此合理的要求 皇帝无法拒绝 于是曹政纯决定 将计就计假扮太后 一来应付眼前难题 二来试探吴丸身前 于是曹公公化身女装大佬 搁着沙连与吴丸对质 见吴丸纠缠不放 以天纲捅子宫 仅一招就将吴丸打伤 第一道难关算是过了 但之后立秀公主 又要求面见太后 曹公公极力阻拦 甚至不惜与吴丸当面动手 而昨天 她假冒太后 也被发现 就在这时 又一个女装大佬登场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太后是假扮的 可没一个人敢戳破 吴丸等人理论上 根本没见过太后 如果戳破 等于承认劫持了太后 而曹政纯是为了顾全大局 于是一群人心绕不宣的 开始演戏 吴丸指责 曹政纯假冒太后 要求责罚 程世飞便公报私仇 让人拿出一个夜壶 这绝对是曹公公 最糗的一次 没有之一 吴丸告他假扮太后 要求责罚 程世飞憋着一肚子坏 竟然拿出夜壶 让曹政纯品尝 大事面前 曹政纯只能照做 只是夜壶的骚味 怕是要留下一辈子阴影 程世飞假扮太后 保住了大明的颜面 但他古三通弟子的身份 还是不静而走 神侯闻讯后 当即带着天涯和海棠 准备将其拿下 好在云罗假装被他挟持 才助他逃离 之后 神侯通过万三千 找到天下第一神态 张晋九 以办他女儿红的酬劳 让他帮忙查清 太后 丽秀 以及程世飞的事情 而张晋九不负神探之名 三人的线索已有眉目 并直接点出 程世飞就在赌房 而先找到程世飞的 竟然是云罗 原来 云罗得知太后被抓后 也想略进棉薄 但他武功低微 于是找到程世飞 以二十万酬劳 让他夜叹国宾馆 程世飞见前眼开 又仗着 金刚不坏神功 当即答应 入夜 程世飞跟踪无完 潜入国宾馆 却不想行踪暴露 施瞻武当替云纵开溜 逃跑无望的他被迫欲敌 看了眼手臂上的 玉女剑法 当即心中有数 捡起一根树枝作剑 竟与乌罗打得有来有回 但树枝毕竟不是真正武器 被乌罗一招跑云掌打落 而失去武器的程世飞 也被击倒 就在乌罗准备解决掉程世飞时 断天崖飞身出现 原来 神侯也派他来打探情况 趁着断天崖与乌丸缠斗 程世飞撂下一句感谢的话 就脚底抹油 而断天崖知道乌丸不好对付 帮程世飞解围后 以忍树顿走 再说 程世飞慌忙逃窜 却遇到立秀公主 之间 立秀指尖在鼓上一弹 程世飞心脏就不自觉 跟着震颤 接着周围鼓声大作 六面大鼓被齐齐敲响 正是出云国的雷鼓音波功 程世飞 虽有深厚内力 但不懂得使用 只能苦苦支撑 不消片刻就被震得七荤八素 这时鼓声停歇 程世飞以为结束了 可刚一抬头 一面巨大铜锣映入眼帘 原来前面的鼓声 只是将心脏节奏变乱 最后的锣声才是杀招 等程世飞再次醒来 已被胃冷 石箱软筋散 浑身内力使不出一点 而他之前捉弄立秀公主 此刻公主怀恨在心 当场让乌丸 把程世飞分筋错骨 然后装进坛子里 被放进一个隐秘屋中 而屋中竟然还有一个坛子 一个女人缓缓伸出头来 正是被劫走的太后 你能想到 这个满嘴虎狼之词的女人 就是当朝太后 上集说到 程世飞夜叹国宾馆 败于立秀公主之首 被喂下毒药 分筋错骨后 装进坛子 却遇到一个女人 正是被掳走的当朝太后 交谈间 太后发现 程世飞搏锦后的武功秘籍 正是易金经和排毒大法 程世飞天赋奇才 又拥有古三通四十年内力 任何武功 只要看一遍 就能学得七七八八 当即就用内力催发 将全神毒素与真气融合 突然间 目光锐利 将体内的毒水 从口中喷射而出 竟将树杖外的花瓶击碎 二人一时惊叹不已 逃生有望 可之后 程世飞再次运功 却威力大减 太后见此情况 便鼓励程世飞 程世飞这个小混混 第一次被人夸赞 只觉腹内一股热气上游 于是让太后继续 可太后平常被人阿谀奉承惯了 突然让她夸别人 显得有点雌雄 一个太后 说出来的 竟然全是虎狼之词 且没有一点水平 不过 程世飞很是受用 不要停 不要停 你心地善良 见义勇为 大人大义 豪放不羁 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你肯定风活万千少女的了 就不是这一句了 可程世飞被分金错骨 只能躺在地上 之后 程世飞一金经与分金错骨手 配合 在屋中一顿借力反弹后 金脉骨骼恢复如初 程世飞救出太后 正准备离开时 恰好 乌丸回来 两人连忙躲了起来 那乌丸 从柜子中取出 巨毒无比的化石粉 交给手下 却是准备离开京城了 程世飞自然不会任她离去 可太后满眼的不相信 你怕我打得过她 打得过 你还让人放在坛子里呀 太后 刚才 你可不是这样 程世飞也不计较 只见她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程世飞来到乌丸房外 哈哈大笑 将乌丸引出来后 又各种嘲讽 然后脚上抹油 开溜 来到预定房间外 使出魔教缩骨弓 钻了进去 又对追上来的乌丸 破口大骂 乌丸被程世飞击得 早已失去判断 立刻冲进房间 被化石粉洒的 全身都是 不笑片刻 便化为一滩浓水 另一边 皇帝以慰问为名 探望令秀公主 实则是想行那雨水之欢 看来皇帝的后宫 应该也是这样的 皇帝见立秀声的如此娇艳 瞬间惊痛上脑 当即平退左右 走进立秀房间 观赏美人沐浴 可就在她沉浸其中时 一面涂生 立秀竟然迅速朝她飞来 将其制住 而且立秀竟然也是女装大佬 你这婚军对着我这么久 连我是男是女你都分不清 我这套扶桑点学法 不是普通人能够解得开的 去死吧 危急时刻 段天涯及时赶到 立秀见识不可为 当即使出忍术逃脱 天涯没有追击 而是淡定帮皇上解学 只因外面还有一人 归喊一刀 一刀就将立秀逼停 但立秀武功诡异 并不缠斗 只见衣服轻飘落下 人已不见踪迹 接着 雷鼓音波宫再次传来 一刀连人都看不到 只能苦苦支撑 那音波宫连成是非都抵挡不住 何况一刀 不一会儿就受伤吐血 而那令秀竟然从衣服中钻出 迈着妖妖的步伐 准备了结一刀 这时 天涯再次出现 一刀趁机将其甩脱 面对两位大内密探 令秀不慌不忙 甚至放出豪言 你们两个今晚都要死 接着 身后伸出 数道白铃 齐齐飞向天涯 一刀二人 两人全力躲避 仍被白铃缠住 拖向立秀 可两人也是高手 带来到立秀身前 一起出场 三人拼起内力 一时 谁也奈何不了谁 恰好 诚世飞带着太后路过 活该他立功 诚世飞见三人僵持不下 抱着看看热闹的心态 凑到跟前 开启画牢模式 走开了死量仔 男人的声音啊 为了验证心中猜测 他在立秀身上 一通乱摸 而这正是赵门 立秀瞬间散功 被天涯和一刀斩杀 这时 皇帝大喊救命跑来 曹公公带人紧随而至 立了大功的诚世飞 届世又把曹公公 一顿数落 可怜曹公公 几次三番 在一个小混混面前吃瘪 却无可奈何 事情圆满结束 皇上刚说 论功行赏 天下第一马屁鲸 立刻上线 草民诚世飞 脱皇上的婚服 让这个乌丸给击杀 脱皇上的红服 就算我们来不到 都会天打雷劈 将这个妖人给劈死 真龙天子 万灵庇佑 万灵庇佑 这一通马屁 把皇上拍得心花怒放 个个都有傻 之后 皇帝赏赐 神侯上方宝剑 可上斩禅臣 下斩坚硬 同样都出了力 曹公公 毛都没捞着 还受了一肚子气 心里就很苦 云罗摇了摇太后 太后立刻会议 向神侯举荐 成世飞为大内密探 皇上欣然应允 但神侯并不乐意 大内密探 必经过层层筛选 且个个都是心腹 亲如子女 如今 一个来历不明的小混混 他哪肯接受 但皇命难为 只好答应 却要求成世飞 必须经过考验 才肯录用 画面一转 成世飞来到护龙山庄 看着神侯 想起古三通 交给他的任务 可就是这心思一动 就被神侯发现 好在云罗帮其解围 这是护龙山庄 最凄惨的一次 满庄上下 尸横遍野 伤官海棠 都被打成重伤 断天崖出走 云罗郡主 也被掳走 成世飞闻讯后 立刻追了出去 此时 两个黑衣人 正欲对郡主 行那强迫之势 危急时刻 成世飞赶到 黑衣人立刻拔剑 攻向成世飞 成世飞最内力深厚 但招式不惊 仅两个回合 就吃了亏 于是 又想到临阵魔枪 使出大力金刚指 但图有其形 面对一般人尚可 对付真正的高手 根本不够看 两招就被制服 于是 又使出先鹤神针 但帅了没两秒 再次落败 无奈 成世飞脱了裤子 查看秘籍 却被一脚踹翻在地 眼看贼人就要得逞 成世飞 心随意动 使出金刚不坏神功 有神功加持的他 虽然招式依然吸烂 但依仗金刚不坏 黑衣人 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 上官海棠跑过来说 这是考验 让他收手 但此时 成世飞早已陷入癫狂 不管不顾 原来 金刚不坏神功 虽然威力无穷 但用功时会失去理智 只有像古三通那样的精通者 才能驾驭心智 而成世飞显然无法控制 这时 战局已经一边倒 成世飞高高跃起 向一人攻去一掌 海棠上来阻拦 却被郑重肩膀 打飞出去 另一人 飞身将其接住 摘下面纱 竟是龟海一刀 而海棠捂着胸部 让他不要说出去 原来 海棠视女儿身 几人相处多年 一刀竟然不知道 这时 成世飞才恢复理智 指责为什么 和其伙儿戏弄他 天涯说 这就是考验 可成世飞心思单纯 最讨厌别人欺骗他 尤其是自己最在乎的人 失望之下 父亲出走 另一边 东长锦衣卫 在东南发现 乌丸与立秀尸体 朝廷怀疑 与巨精帮有关 于是 派天涯与海棠 前往查看 二人刚拜访完 巨精帮帮主 就遇到一扶桑剑客 那人见到天涯 立刻拔剑 而天涯声称 这是自己的私事 也随即抽刀 与那人站在一处 幸好帮主及时赶到阻止 可天涯一个中原人 怎么会和扶桑人有仇呢 这个男人 杀了自己大舅哥 娶了自己小姨子 又杀了自己岳父 而所有事情 得从他16岁那年说起 那年 天涯基本功 以提为扎实 神侯却不打算 教他高深武功 而是说 他适合学习人数 于是 送给他一把金刚软件 和推荐信 让他东渡胡桑 拜一鹤派武藏为师 当时的日本战乱出平 社会动荡 天涯为了行走方便 化名 浪人龙泽一郎 坚毅勇为时 结识一鹤门人小林郑 在小林郑的引荐下 来到一鹤派道场 在道场外 连贵六天六夜后 终于打动一鹤武藏 被收为入室弟子 之后 天涯与其他门人 一起习练一鹤忍树 也与小林郑成为一生挚友 时光荏苒 天涯忍树大成 受柳生弹马手之邀 参加忍树交流会 柳生弹马手女儿 柳生雪姬 天生意志 见到造诣极高 在庭院中 当众演练柳生忍树 而那道倩影 也深深刻在了天涯心中 某次采药途中 他遇到想要找他切磋的雪姬 两人刀剑碰乱 招式眼花缭乱 却毫无杀心 几招过后 雪姬腾身而起 轻盈落在桥头之上 段天涯右手反向持剑 左手虚握 飞身向雪姬攻去 却见雪姬直直坠入水中 天涯紧随而去 刀剑触碰水面 两人同时腾身而起 踏水而行 两道身影交错 刀剑相撞 二人又不自觉看向对方 一见钟情 之后点到几指 二人向桥上飞去 一缕青丝落下 胜负已分 段天涯接住青丝 且不小心 说出他的汉人名字 雪姬立刻威胁他 要告诉自己父亲 天涯让他提要求 被我下山 我累了 火红夕阳 下山的路显得格外漫长 而天涯知道 下山后 他要放下背后的人 可心里从此 再也放不下那人 某日 段天涯在临终席练身法时 无意中拦住策马而过的 柳生石兵卫 石兵卫身为柳生家族的长子 已想盛起灵人 与段天涯划不投机 便拔刀动手 两人相知不下时 空中飞来一人 一招便将两人分开 石兵卫见那人不紧不恼 反而摆出晚辈姿态 对那人极为尊敬 杨宇坚 就是想拜那人为师 原来 此人正是东营第一剑术高手 棉狂四郎 成名绝技换剑 出神入化 棉狂四郎 对于投校幕府的柳生家 十分不屑 对柳生石兵卫的拜师请求 也是言辞拒绝 而段天涯看着离去的棉狂四郎 想到那惊艳一招 他意识到 这才是神侯 让他学习的顶尖武学 于是 他找到棉狂四郎住处 坦白一切 希望拜师学艺 棉狂四郎 不计较他的汉人身份 却提出一个要求 让他杀掉贪官 石元 天涯欣然前往 落叶纷飞 脚步匆匆 一队武士 护送石元 穿临而过 领头人却突然察觉到杀气 下一秒 一黑衣人突然杀出 只取教中的石元 那领头人 一剑挑开黑衣人一击 让手下带着石元先走 自己留下 缠住杀手 两人在林中 你来我往 刀剑相撞 铿锵之声不绝 一时竟谁也奈何不了谁 缠斗许久后 杀手看到领头人 仰起灭纱后的真柔 愣在原地 失神间 那领头人一剑 将他灭纱挑落 而杀手也回手扫去领头人灭纱 正是柳生雪姬和断天涯 情投意合的两人 多日不见 此刻看到对方当即收剑 开心地抱在一起 昏词后 雪姬问及缘由 天涯也不隐瞒 雪姬恶请思良 便做出决定 雪姘换剑之后 来柳生家带我走 说完便挥刀自伤 只是要给父亲一个交代 天涯明白爱人苦心 当即杖剑追赶石原而去 之后 轻易解决掉守卫 将石原的人头 带给了棉筐四郎 而棉筐四郎 也遵守承诺 将换剑倾囊相授 只是提了一个要求 不许断天涯 用换剑杀东营人 而那石兵卫 数次败师不成 还被棉筐四郎打伤 怀恨在心的他 便想了一条毒气 这条毒气 害人害己 还让天涯 与雪姬的爱恋 走向悲剧 上集说到 断天涯诛杀贪官石原 得到棉筐四郎 幻见真传 而柳生石兵卫 多次败师未果 甚至被棉筐打伤 怀恨在心的他 想到一条毒气 半个月后 他再次找到棉筐四郎 态度嚣张 语气强硬地 求教剑法 棉筐自然不肯 便想出手教训 这狂妄之人 没想到 刚一运进 丹田便传来剧痛 别说内力 连站稳都费劲 原来棉筐有随手 吃野果的习惯 石兵卫便每日 在野果上下毒 如今 棉筐以身中曼陀罗之毒 不出一个时辰 就会毒发身亡 想要解药 只能拿剑法来还 棉筐身为一代宗师 自然不会受人胁迫 将一身绝学 传给一个心术不正的小人 石兵卫气急败坏 便要弄死棉筐 这时天涯赶到 一招就将其击退 石兵卫剑不可立敌 转身就跑 天涯凭借超高忍数 如影随形 直至来到一处悬崖 石兵卫无处可逃 只能被迫应战 天涯也不废话 直接拔剑 与其站在一处 一心求得解药的他 无意伤人 可石兵卫眼看不敌 竟丧心病狂的 将解药倒掉 这下 冥狂必死无疑 而天涯也彻底动了杀心 再不留守 换剑一出 整个世界亮得 让人睁不开眼 电光火时间 天涯指出一剑 便将石兵卫重伤 而石兵卫困兽游斗 天涯想起棉筐层交代 不能用换剑杀东营人 于是 拔出腰间的金刚软剑 一剑 两剑 三剑 第四剑 剑断人亡 待天涯回去 棉筐不堪剧毒折磨 拔刀自吻 另一边 石兵卫尸体被带回柳生家 柳生弹娃首根据伤痕 很快判断出凶手 正是龙则一郎 于是 带着新阴派众弟子 去往伊赫派 双方一言不合 便大打出手 与此同时 自知闯祸的天涯 向伊赫五藏 坦白了一切 五藏爱徒心切 又顾忌与神侯情义 让天涯返回中原避难 但对外必须声称 已将其逐出伊赫派 之后 五藏向众人解释情况 两派恩怨 暂时停歇 而天涯临走前 详细与雪姬的约定 于是 派人送信到柳生家 约定晚上此时见面 却不想被柳生弹马首发现 柳生弹马首得知 爱女与杀凶仇仇人 眉来眼去 勃然大怒 逼迫雪姬趁机报仇 雪姬含泪答应 可亲人与爱人的抉择 让她无比纠结 但她想不明白的事情 她十二岁的妹妹飘絮 却看得极为透彻 三言两语 就让雪姬恍然大悟 并指出 柳生弹马首想借机 扶杀断天涯 于是姐妹俩也商量出 破解办法 第二天 雪姬在院中乱砍一通 一副失了心智的样子 柳生弹马首 只能将其击晕 而射服计划 也随之破产 晚上 断天涯在樱花树下 没有等来雪姬 却等来了飘絮 飘絮是来传信的 让断天涯 明晚去柳生家附近 如见烟花 便可见人 如若不见 便终生不见 断天涯 也让飘絮转告雪姬 即便见不到她 也明白她的心意 你转告她 我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了 我想请她回来的 这一刻 断天涯的痴情 就让飘絮这个小姑娘 牺牲嫉妒 晚上 烟花在天空 绚烂绽放 断天涯心喜一常 一日清晨 天降大雪 樱花树下 雪姬一身白衣出现 宛如画中走出的仙子 她抛弃了五十道 抛弃了亲人 只为能和眼前的男人 紧紧相拥 一生相随 时间不多了 两人立刻启程 可刚告别了小林郑 两人就被柳生蛋马手 拦住去路 看来 他们的计谋 还是被老狐狸识破了 风雪中 几人相对而立 柳生蛋马手 劝说无果后 拔剑 挑非斗力 顺势手起刀落 斗力一分为二 从此 与雪姬断绝妇女关系 而这 也成为开战信号 事后 新银派弟子 齐齐拔刀 断天涯 无奈拔剑 杀入人群 而雪姬 则与自己父亲 刀剑相向 雪姬虽然年少 但天资卓绝 一时竟与父亲 不相上下 这时 天涯解决完 其他忍者 赶来支援 两刀将柳生蛋马手 逼退后 使出金刚软剑 缠住柳生长刀 两人同时拔出短刀 向对方后心刺去 竟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千军一罢之际 雪姬突然出现 为天涯挡下一刀 而柳生蛋马手 则身受重伤 天涯发现不对 立刻去扶 雪姬 却因这一刀 直接断了生机 一句遗言 都没有交代 只深情看了眼爱人 便香消欲允 而重伤的柳生蛋马手 被赶来的飘絮 救下宝座的性命 雪山上 风雪中 痴心总是断肠人 天涯痴痴看着雪姬的墓碑 无论曾经约定了 多好的未来 如今能给的 也只剩下承诺 天涯在此历史 从此终身过去 如为此事 又如此尽 多年过去 天涯再次见到柳生蛋马手 仇身四海的两人 自是不死不休 可巨精帮帮主出现后 柳生蛋马手 却直接收箭入鞘 对曾经的恩怨 只此不提 老狐狸如此隐忍 必有所图 天涯与海棠 此次来到东南 就是为了查清 巨精帮与福桑是否勾结 可这个帮主整天五文弄墨 帮中事务权交给李长老打理 而柳生蛋马手 正是三年前 受李长老之邀 来到巨精帮 必定是有什么巨大图谋 才能让柳生蛋马手 暂时放下这血海深仇 之后某天 小林郑约天涯竹林见面 却是归还天涯 与雪姬的定型信物 突然一阵白烟袭来 等天涯发现不对 小林郑已重招倒地 刀剑破空声 侧边响起 以黑衣刺客 通雾出现 天涯立刻拔剑 与之缠斗 剑气纵横 卷起层层落叶 刀剑相撞 铿枪之声不绝 两人招招狠辣 只许对方要害 交手数招 天涯已看出对方使的是 柳生家剑法 便不再留手 使出换剑 身影化作虚无 突见刁钻一长 只几招 黑衣人便被剑气扫动 身形旋转后退间 黑衣爆开 竟是一个面容较好的女孩 样貌与雪姬 有九成相似 天涯通雾看到此人 瞬间失神 竟觉得 是自己朝思暮想 却早已阴阳两格的爱人 雪姬 你是来接我的吗 断天涯 使出换剑 挑落刺客面纱 监纳人与雪姬 竟有九成相似 恍惚间 以为是过世的爱人 来带走自己 不免诉说 相思之苦 纳人略作犹豫 还是脚尖一点 拾刀刺来 而天涯不闪不躲 长刀刺入肩膀 也纹丝不动 纳人见天涯 如此痴情 不忍在下杀手 扔下解药后 转身离开 原来 纳人正是雪姬的妹妹 飘絮 当年 她参与姐姐 与天涯私奔 目睹了姐姐与姐夫痴情 年底十二岁的她 心中竟有些嫉妒 多年过去 再见到曾经的姐夫 又见时隔多年 天涯对姐姐 依旧如此痴情 更是羡慕 多希望也有 这样一个人 爱着自己 姐姐 我好羡慕你 你知道吗 到现在 天涯都忘不了你 而飘絮心底 何曾忘了天涯 这天 小林正突然找到 卧床养伤了天涯 询问她 是否左肋下 隐隐酸痛 天涯稍一运功 才发现 内力运行受阻 左肋下 却有痛感 小林正见状 直言 天涯已经中了 柳生弹马手的碎骨掌 这碎骨掌 中招者 中招时 不会有任何感觉 可七七四十九天后 就会碎骨而亡 天涯这才想起 当日与柳生交手 中了一掌 怪不得 老狐狸 当时见到帮主到来 也不再凶缠 竟是早就下了杀招 只等断天涯 碎骨而亡 而要医治 碎骨掌 非柳生家独门密钥 双龙丸不可 但天涯 自血迹离世 早已心死 生死全凭天意 小林正急在心里 却没有任何办法 另一边 柳生弹马手 与李长老密谋其事 李长老担心 天涯海棠等人会坏事 柳生却信誓旦旦 言语间 透露天涯 以中其碎骨掌 一个死人不足为惧 可两人的对话 恰好被飘絮听到 晚上 他便找到天涯住处 却被海棠拦在门外 因为早已知晓天涯 与海棠关系密切 不免醋意大发 言语带刺 而提及此事 海棠也是苦笑不已 他一直暗恋天涯不假 但天涯只当他是妹妹 在听说天涯 与雪姬的生死绝恋后 他也被感动 选择放手 只希望能当个好妹妹 飘絮文言 语气也舒缓了许多 之后让海棠送信给天涯 隔天 两人相约在雪姬的衣冠种见面 而这天正是雪姬的祭日 天涯看着折纸贺的飘絮 两人聊起曾经的过往 天涯却是一心求死 希望飘絮能够成全她 但飘絮不仅不会动手杀她 还要治好她的内伤 为了姐姐 还有那句没有说出口的爱 条件只有一个 像当年背姐姐一样背她下山 一样的夕阳 不一样的人 当年天涯希望下山的路没有尽头 如今飘絮也希望如此 当年天涯放下背上的雪姬 却在心里将她祭牢 如今飘絮从天涯背上下来 却把天涯放到心头 这是天涯历世终生不娶 对于飘絮的疯狂示爱 无动于衷 不过就是这样的痴情 才让飘絮更加无法自拔 入夜 飘絮去偷双龙丸 却无意间听到柳生蛋马手 与李长老商议提前动手 柳生顾及海棠等人的官家身份 未免夜长梦多 决定明天动手 夺取巨精帮掌控权 而飘絮闻讯后 立刻前往天涯住处 将双龙丸交给海棠 海棠不已有她 直接将药送了进去 而飘絮则告知小林郑 柳生等人准备明日动手的事情 可这时 屋中突然传来海棠急歇的声音 二人冲进屋中 只见天涯可雪不止 飘絮伸手搭脉 发现天涯脉象紊乱 是中毒迹象 海棠和小林郑觉得 是飘絮故意下毒 飘絮却表示 如果自己真有杀心 机会多的是 何必大费周章 而天涯也表达了对飘絮的信任 想来又是柳生蛋马手的诡计 得知柳生准备提前动手时 他分后海棠和小林 更赶紧准备不用管自己 两人自知无计可施 只好先行离开 飘絮见天涯 无条件相信自己 更是感动 眼神一转便想到解读办法 新鹰派柳生家族 有意不传功法 唤明原规弃功 对解读有奇效 只是运气时 浑身燥热 须退去全身衣物 天涯文言断然拒绝 他已害了姐姐血迹身死 再不能害了妹妹 飘絮的清白 可决绝直言 让血气翻涌 当即独发昏死过去 飘絮见天涯独发 若再耽搁 神仙难救 当下再不犹豫 退去一山 靠了过去 一日天涯悠悠转醒 身上剧毒完全清除 只是提及解读方法 惠莫如深 而做出巨大牺牲的飘絮 回到家里 正撞见柳生弹马首 准备出发 飘絮表示 不会对天涯动手 柳生弹马首 见女儿称呼仇人 如此亲切 虽然心中郁闷 但不得不承认 小女儿也爱上了断天涯 面对这坑爹祸 一气之下 上去就是一巴掌 直言他早已洞悉一切 故意将解药 换成了毒药 此时的断天涯 必定神仙难救 却是仍旧爱女心切 希望劝女儿 迷途知返 但他却不懂自信 这个小女儿 飘絮比起血迹 更加聪慧 也更加决绝 更有主见 自己认定的事 就会一往无前 事已至此 飘絮也直言不讳 到处自己 以用原规系功 救活断天涯 柳生弹马首 听到这话怒不可遏 直接发出一掌 踢中飘絮后背 飘絮拖出一口血后 微微一笑 告诉父亲 他已经成功了 他已彻底 倒向了断天涯 是天涯为夫 自然要帮自己丈夫 他料定 父亲会对他动手 于是提前在后背 涂了三波化工伞 此刻 柳生弹马首 使不出一点内力 对于自己这个女儿 也彻底无语 事已至此 他也不是飘絮对手 只好离开 找到李长老 希望暂停行动 可李长老 已经邀请了帮主 箭在弦上 已不得不发 柳生弹马首 也只能勉为其难 之后帮主驾到 李长老 图穷比戒 逼迫帮主退位 可就在这时 三名忍者 却突然反水 这绝对 是最坑爹的女儿 爱上杀凶害己的仇人 开火中投人 暗算自己的父亲 导致柳生弹马首 三年谋划 在关键时刻 出了岔子 为了逼迫 巨精帮帮主退位 柳生叫出了埋伏的人者 却不想 其中三人突然动手 偷袭杀掉了其他同伴 正是断天牙三人 断天牙表示 柳生的所有手下 已经被他们解决 李长老 见情势不对 果断开溜 小林郑和海棠 哪会放他鱼开 石刀将其拦住 而断天牙 再次对上柳生战马首 那柳生 中了三步三公伞 一点内力 使不上来 实力不均往日三成 渐渐落入下风 两人从屋中 打到屋外 面对天牙的凶猛攻势 柳生只能苦苦支撑 带海棠新助理长老 柳生也终于土地不尽 长刀被打飞 两人三言谋划 因为飘旭的出卖 一招成空 但断天牙正直迂腐 知道柳生内力全无 胜之不武 竟然放任仇人离去 柳生也是能屈能伸 放下狠话后 转身离去 入夜 心存愧疚的飘旭 想找父亲解释 却见满地夹冰尸体 察觉有意的他 立刻来到柳生房间 只见柳生一身白衣 正要抠负自己 还要飘旭来当他的借错人 飘旭面露褪色 柳生继续说道 任务失败 他无言面见将军 又说不怪飘旭 是自己教女无方 将所有罪责以理承担 听到这话 本就心虚的飘旭 更是羞愧的落下泪来 表示只要父亲不切负 他愿意做任何事 柳生听到这话 眼神一转 等的就是这句 于是他逼飘旭发誓 我柳生飘旭 那天即使 只要是父亲 不欺负 我愿意听从 父亲对我的一切指示 之后 飘旭决绝地找到天涯 一来寻求解药 二来转达 柳生弹马手的战书 约定今日黄昏 在雪姬衣冠肿前决斗 天涯知道 这纠缠多年的恩怨 必须做个了结 于是不顾海藏祖兰 将解药交给飘旭 并答应黄昏 决以死战 当日黄昏 两拨人相对而立 没有多余的言语 血仇还需血来解 飘旭还想说点什么 柳生弹马手 却已下了决心 女婿杀死大舅哥 害死妻子 拐走小姨子 又坏老丈人 谋划三年的大事 血海深仇 不过如此 而血仇当用血来解 说吧 两人平退左右 同时拔剑出销 踏步而行 转眼刀剑相撞 之后 金玉之声不绝 一时竟难分高下 十几招后 两人各自退开 再起招式 柳生却是浑身 契机一变 散出滔天刀意 罩住两人 一旁的海棠等人 看出其中凶险 知道柳生弹马手 使出了权力 而面对柳生的天涯 感觉更为真切 这柳生 短短几天 似是功力大净 不免心中低估 多了些防备 只见柳生飞身攻来 一招力批划山 天涯横刀格挡 而那柳生 却毫不停滞 继续出招 使出无庸角 连点天涯胸口 又是一记剪刀角 将天涯摔倒在地 天涯还未起身 柳生的攻势幼稚 此时的柳生弹马手 攻势绵密如潮水 气势磅礴 似山崩 天涯只有招架之力 毫无反击之功 又是一记重拳 天涯已然重伤 而柳生毫不留守 使出全身力气 泰山压底 天涯苦苦支撑 但对手的刀锋 离至额头 生死已在一线之间 海棠忍不住出手 飘续却比他更快 趁两人相持不下 从后偷袭 又被露出几魂金针 天涯识广的海棠 一眼认出 这是金针刺学大法 隔短时间 让内力倍增 而此时 战局已然白热化 飘续功力 本就比雪姬高出许多 此时 又是不要命的打法 招招用强 战局先手优势的他 总是快柳生一步 二人连拆数招 难分高下 但柳生身为宗师 战斗经验丰富 抓住破绽 用家传搏击术 将飘续摔倒在地 立刻挥出一刀 而飘续 藤略躲避 顺势攻击 柳生又借机扣住其手腕 将飘续摔飞出去 天涯事实出现 不给柳生丝毫休息机会 而柳生先知 金针刺学 时效不久 决定一招更胜负 使出招牌绝学 杀神一刀斩 全身尽力灌注一刀 一刀一拳杀神 欲佛杀佛 磅礴刀器 瞬间将天涯斩飞 而飘续趁着空档 使出从小劈血练就的独门绝技 雪飘人间 威力竟更胜杀神一刀斩 柳生只得不断劈砍防守 天涯趁机 欺欺上前 而飘续趁机一刀 刺中柳生 柳生已然失去战力 而天涯也不再留情 用刀柄将柳生打落悬崖 一代宗师 在女儿与女婿手中 落了个尸骨无存 而本就心中有愧的飘续 见尸首是腹 一时情绪激动 晕了过去 回到家后 海棠为他诊断 发现飘续原神受挫 恐有疯癫可能 天涯见情势危急 一边传信给神猴 请求接应 一边带着飘续 快马赶往京城 之后 神猴拿出珍藏的七色灵芝 并请天下第一神医 赛华陀出山 神药加神医 药道病除 飘续很快转洗 但身体好医 心病难医 杀死父亲 将是飘续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天涯想到 飘续为了自己背叛父亲 为了自己失去真洁 一个女子对她如此种种 尘封多年的心 在此刻松动 飘续文言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流着泪点了点头 与天涯相拥 之后 飘续自费武功 与柳生家 彻底斩断关系 这让天涯更加感动 很快 两人在神猴主持下闪婚 修成正果 但飘续依旧时常梦魇缠身 而恰在此时 怀上身孕 天涯为了妻儿决定 远离纷争 神猴本不同意 但见天涯坚持 让他们去往蛇岛疗养 而断天涯的离开 让护龙山庄实力大减 曹正纯决定 趁机除掉神猴 这一心腹大坏 一条毒计随之展开 断天涯斜飘续 归隐蛇岛后 曹正纯意识到 护龙山庄实力受损 于是加紧行动 试图进一步削弱神猴实力 此时手下报告 云罗因太思念程氏飞 烧了马房 曹正纯顿身一计 准备利用云罗干掉城市飞 于是派手下蛊惑云罗出宫 又带他去往赌房赌钱 云罗因为着急出宫 并未携带银俩 便将人鱼明珠作为赌注 却不想明珠被劫 恰好落入曹正纯手中 于是曹正纯一边将云罗 关进天牢 一边谎称 明珠中藏有天香斗扣 想借此陷害神猴 好在神猴机敏 手下碟子又遍布皇城 曹正纯诡计被轻易识破 最终一刀救出云罗危机解除 但经过此事 神猴也意识到手下人才捉襟见肘 与曹正纯也即将撕破脸皮 于是派海棠外出 希望找回城市飞担任皇子第一号密探 海棠拧命不敢耽搁 得到情报说 城市飞在富贵村出现过后 立刻启程 来到死处 只是富贵村一片破败 到处都是流民 毫无富贵可言 正好撞见龙虎豹 恶霸三兄弟 欺凌外地游客 看不惯的他 剑永违 轻松诚挚的三恶 本以为是一件随手为之的小事 不想拿被救之人 却缠上了他 要说被救之人也是个怪人 问殿小二问路 随手就是一百两 见到卖刺的 卖艺的 出手就是一定黄金 见到乞丐 卢明 也是格外大方 如此是钱财如粪土的 只能是天下第一首富 万三千 寻找城市飞一事 神侯就曾想求助于他 不想万三千 却出现在富贵村一带 只因他富可敌国 无语无求 只想求一段天赐的姻缘 又偏信命令 天下第一神算 测出他的有缘人 会出现在富贵村 并会救他三次 而海棠 分别在酒楼与街上 救了他两次 他怀疑 女伴男装的海棠 便是自己的有缘人 可神算说 有缘人是女人身 于是他出手试探 想推海棠下水 以便雌雄 结果 不小心 失足落水 再次被海棠所救 这下 他更认定海棠 便是自己的有缘人 对海棠所谋之事 也更加鼎密相助 有钱能使鬼推磨 天下第一首富万三千 为了帮心爱之人 让天下第一神算 算出城市飞位置 又让天下第一神探 张敬九确定 之后 与海棠结伴 来到恶人谷 原来 城市飞是被恶人谷三恶所情 想逼他嫁给三恶的 三个仇女 海棠见到城市飞 便想出手救人 却不料 背后吃痛 往后被摸去 发现 是一枚涂满迷药的银针后 便晕了过去 原来 恶人谷龙虎豹三兄弟 并不是大鳄 还有三个母老虎 才是雄雄极恶 这下 抓了三个男人 三个仇女 一人一个 三恶心满意足地 带着母老虎们下山 临走时 还开启机关 断掉下山的唯一通道 而山上 只剩海棠短人后 万三千 探出邪中的匕首 为几人松绑 轻易解决三个仇女后 众人赶忙下山 却发现 道路已绝 海棠两人顿时大吉 万三千却表示 自己有办法 说吧 打开背后白宝箱 在里面一阵挑选 拿出一块令牌 然后手持金牌 吹响口哨 不消片刻 空中便飞来一巨大黑影 但到近前 却是一人驾驶风筝而来 来人自称是 鲁班门鲁风 极其擅长制作 机巧物件 落地也不多言 又搭起一架风筝 之后 让万三千 和海棠同成一个 自己和程世飞 同成一个 四人遇风飞上天际 但程世飞 毛手毛脚 势手扯掉风筝主绳 风筝失控脱离 预定方向 而当海棠两人落地后 海棠大为着急 万三千却直言 无需多虑 早已约好 在富贵村会合 于是 两人再次来到富贵村 只是短短几日 富贵村早已变了模样 沿街商铺林立 腰口声不断 路上行人 摩肩接踵 甚是繁华 再没有一丝 之前的破落模样 海棠诧异 谁有如此手段 万三千却只笑笑 这就是钱的力量 什么是超能力 海棠与万三千出门 被一个小孩撞倒 不仅不道歉 还捉弄他 海棠随口说了一句 没家教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之后 海棠又被一罪汉撞到 被罪汉讥讽 是娘娘香 海棠不愿与他计较 可万三千却暗暗 记在心中 入夜 他来到一屁镜处 拍了拍手 便有一群人围着上来 万三千说道 有缘人已经出现了 我要过去一切 给他留情心 第二天 海棠上街 寻找程氏飞 却见 昨天的小孩父母 被挂在树上 正疑惑间 又见那罪汉 满手是血 口中不停地说着 自己是娘娘香 却是早已没了命根子 海棠疑惑地 看向万三千 知道定是这怪人搞的鬼 但心中依住挂念 程氏飞不好发作 可之后 两人遇到五峰 一人返回 原来是程氏飞 先一步松醒 再次跑路 海棠大为失望 万三千却劝他不要着急 吃完饭 再从长记忆 却是万三千 准备表明身份 带饭菜上桌 尽是真凶美味 会熊掌 石斑鱼 不是御膳 就是江南名菜 还有天下第一名煮的汤 和大内珍藏的女儿红 海棠感叹 万三千在神通广大 但惊喜还远不止如此 说话间 隔壁传来海棠最喜欢的琴声 而海棠最喜欢的画圣 又呈上了一幅画作 万三千适时开口 海棠还装傻充愣 万三千则直接打开画卷 画中人正是女儿装扮的他 海棠大惊失色 质问对方 意欲何为 而万三千则 如蜀家珍地说出 海棠的身份与喜好 又说 天下受过他恩惠的人 实在太多 只要他有需要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都会赶来帮忙 沿着于此 海棠也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难道你就是 富比十重 全国首富万三千万大人呢 我希望你以后叫我三千 海棠开口拒绝 但却说话委婉 因为他太知道 万三千的分量 这个男人是天下第一首富 家产比朝军十年顺收还多 是无论神侯 还是曹正纯 都不想招惹 还要尽力拉拢的人 可他向海棠表白 海棠却拒绝了 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但很多东西 多少钱都买不到 爱情就是其中一个 万三千也很有风度 没有强求 而是说 会一直追求 海棠其中生智 说只要万三千答应他三个要求 他便同意 嫁给万三千 万三千大喜 让他随便提 可海棠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找到剩余两颗 天香豆蔻 万三千听完 面露蓝色 神侯让他找了二十年 他也没找到 海棠见他泛男 心中大喜 说都找到了 再来找他 然后转身离去 而万三千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看着远去的备养 叫来两个手下 而那再次逃走的城市飞 来到一小镇 恰逢县太爷审案 却是伙同师爷 想强强弥附 城市飞听周围群众讨论 已了解其中大概 好管闲事的他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用分筋挫骨手 轻松收拾了几个牙翼 那县太爷 在城市飞的武力压迫下 也只得认怂 怕那男女无罪 而城市飞因此成为全民英雄 被民众抬着游街 可当他正享受欢呼 与爱戴时 却听街角传来哭声 过去查看 发现 哭泣之人正是云罗的侍女小奴 小奴看到城市飞 就像看到了救星 说郡主被歹人掳走 让城市飞赶紧去救 城市飞知道 事态紧急 放下玩世不攻 让民众帮忙去找 而直觉告诉他 此事与县衙有关 于是带着小奴来到县衙 却见尸横遍野 城市飞顿时提高警惕 这时空中突然飞来一团红线 照住城市飞 地上的两个牙翼尸体 也跳了起来 甩出红线 几人身形藤月 不断变换位置 操控红线 还没来得及反应 城市飞便被绑在 形似珠网的红绳之上 而操控红绳之人 城市飞深陷淋鱼 又开始展现小滑头吻色 五毒的名字 被他翻来覆去地问 而五毒明显 是练毒练坏的脑子 被城市飞耍得团团转 不仅说出自己 是受曹正纯所托 来杀城市飞 还交代出云罗的位置 而当他们准备动手 解决到城市飞时 一暗器破空飞来 打掉了蝎子手中的武器 五人顿时如临大敌 去见暗器如雨般抛洒而至 五毒用武器抵挡 火攻刺剑 金蕴之声不绝 而那暗器落地后 竟是再寻常不过的花瓣 五毒看着身上的伤口 才想到 这是无痕公子的招牌绝技 漫天花雨撒金钱 在五人的一番吹捧后 大门打开 一手吃折扇 头戴斗笠的翩翩公子 信步而来 五人当即不敢乱动 他这条命 本公子一定要保 人的名 树的影 五毒见来人态度如此坚决 当即认怂离开 而确定五毒走远后 那人用扇子破掉红绳 程世飞正要上前感谢 那人却摘下独立 正是得无痕公子真传的 上官海棠 程世飞知道海棠所求何事 但如今 营救云罗才是头等大事 当即不再多言 而那五毒不知被骗 还庆幸保住了小命 却不想遇到东场大档头 铁爪飞鹰 说明经过后 铁爪飞鹰直言上当 原来那无痕公子天生洁癖 明明刻意走路 却怕沾染泥土 所以出行都是四个美女抬轿 与此同时 程世飞找到了 被绑在树上的云罗 飞身来救 云罗却提醒他小心上命 程世飞抬头一看 却见一群萤火虫 当即使出 少林剥热金刚掌 烧死了毒虫 却有一只毒虫飘进了心口 程世飞急忙去抓 却什么也没抓到 这时 铁爪飞鹰带着五毒赶到 一场大战如何避免 程世飞跳脚骂羊 喊着要将五毒拍死 那蜘蛛却嘲笑他 快连只蚂蚁都弄死了 接着提醒程世飞 查看手掌和胸口 程世飞定睛一看 只见手掌上有一道黑线 胸口也有一股黑气 蹴来蹿去 原来那萤火虫 是五毒精心培育的毒虫 一旦毒虫露体 半个时辰就能钻进心脏 到那时 大罗神仙难救 海棠见情势危急 不断用银针 封住程世飞筋脉 这时 五毒等人齐齐攻来 海棠与之缠斗 在几个密探中 海棠武功最低 以一敌六根本不是对手 此时 程世飞又危在旦夕 硬批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 海棠用奇门钝甲 配合漫天话语撒金钱 困住几人 带着云罗和程世飞逃走 之后 三人来到一处破庙 程世飞幸有金刚不坏神功 才没生死 只是智力在不断下降 此时 他只有七岁智力 一天会下降一岁 但如果吃了云鹰鸡蛋 便可减缓为 五天下降一岁 而海棠 虽然精通一里 可暂时压住毒性 但想要解毒 必须用天山雪莲 这时 云罗提醒 天山雪莲收藏在 皇宫玉德池中 海棠再不耽搁 当机前往京城 而海棠走后 云罗察觉到 五毒靠近 于是 与程世飞扮成精通玉女 而五毒到了破庙门口 竟然分头查找 智商本就不高的他们 又犯下致命错误 结伴静妙查探的金蚕和丑蚕 被云罗和程世飞偷袭杀死 等其他三毒赶到 云罗和程世飞 早已逃之夭夭 但逃跑时 走得太急 不慎跌下悬崖 幸得一对老夫妇相救 恰好 老夫妇家里 就有云莹鸡蛋 而三毒之后 与千狼军会合 继续寻找云罗等人下落 再说海棠 马不停蹄 赶到京城 扮作小太监 混入玉德池 而曹政纯也收到消息 待人赶到 冲进玉德池 想要搜查 却被皇帝骂了出去 之后 海棠趁皇帝熟睡 偷走天山雪眠 却被禁军发现 带一群禁军 哪是他的对手 海棠轻松跳出包围 但这时 曹政纯面带笑容赶到 抬手指住手下 有人说 曹公公这一退 整个中东武侠都倒退了 海棠进攻 盗走天山雪莲 刚冲出禁军重围 又被曹政纯拦下 海棠知道 曹政纯不好对付 一出手 就是招牌绝技 漫天花雨撒金钱 可曹政纯 轻面一笑 浑身刚气外散 震飞花瓣的同时 也将海棠震飞 然后凌空跃起 向海棠攻去一掌 危急时刻 以黑人突然现身 接住海棠的同时 出掌将曹政纯击退 曹政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当时心中木齐 不再留守 直接使出撒刀 天罡人气 磅礴珍气 向那人席卷而去 却见那人拔刀出鞘 长刀在手中化圆 形成浑厚刀气 两股真气碰撞间 曹政纯竟被再次击退 怒不可遏的他 一认出来人身份 然后再次向黑衣人攻去 拳脚并用 而那黑衣人 一手扶住海棠 一手使刀接连抵挡 却是边打边退 这时曹政纯又高高跃起 攻来一掌 黑衣人躲避不及 运起全身真气 全力斩出一记绝情斩 曹政纯也不敢大意 但全力一击的绝情斩 威力惊人 曹政纯虽然无碍 却被震退数十丈 而那黑衣人 趁机带着海棠 翻墙逃走 禁军准备去追 却被曹政纯拦下 没想到霸刀如此厉害 难道他就是霸刀 江湖上霸刀已经消失 全是因为他 那他是谁 在说一刀 海棠脱险后 海棠立刻前往破庙 与云罗会合 却不想见到了另一个自己 此人正是亲密狼军 极其擅长 易容之处 云罗见到两个海棠 傻傻分不清楚 而假海棠早有损备 惊骗的云罗相信自己 却是趁机射出飞镖 定住海棠手掌 而海棠武功 虽不算顶尖 既谋智慧 却是一流 眼看情势不利 假死 骗亲密狼军靠近 然后突然出手 一掌拍中其胸口 然后拔下暗器 迅速射出 直中千灭狼军烟猴 危机化解 两人也不多做言语 火速赶往桃源村 营救 成是飞 可刚出破庙 却被三毒的陷阱侵获 就在蜘蛛 准备出手杀掉海棠时 却感到一股 阴森杀气袭来 其他两毒及时躲避 而蜘蛛慢了一趴 便死在一刀的绝情斩之下 之后 三人赶往桃源谷 限索武功 紧随其后 手上被猪毛刺痛 连忙运弓斗去 却不想以身中剧毒 带三人来到农夫家里 却见农夫夫妇已死 成是飞昏迷不醒 原来云罗离开后 成是飞毒发 一口毒血 喷在二老身上 没有内力的他们 当场身亡 可怜好人没好报 无辜惨死 而此时 成是飞已危在旦夕 可天山雪莲 必须磨成枝才有效 时间紧迫 云罗当机夺过天山雪莲 塞入嘴中咀嚼 海棠看出云罗意图 啪啪中毒 连忙阻止 但云罗决心已定 要与成是飞生死与共 嘴对嘴将雪莲卫下 这时 蝎子在门外叫嚣 一刀与其站在一处 但他中朝政纯一掌在前 中蜘蛛毒在后 又连日奔波 根本无暇运功疗伤 此刻已是强弩之末 不消几个回合 便口吐鲜血 已然失去战力 海棠健壮 想上前相助 却被巫工从身后制住 危急时刻 程氏飞终于醒来 从屋中冲冲 驶出少林大力金刚石 天冲冲 冲冲飞 这个就是正宗又正宗的 少林大力金刚石 之后 程氏飞将自己的血 喂给一刀 帮一刀解掉猪毒 海棠却无意间 从一刀身上 发现自己遗落的玉佩 这才知道 一刀对自己用情已深 但身为大内密探 不允许他掺杂任何儿女情长 于是 等一刀醒来后 一刀 海棠 根本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 说完 海棠伤心落泪 一刀对他的绵绵情谊 他则会不知 但事业与爱情 只能选择一样 选择事业 就只能放下爱情 一刀的初恋 还未开始 就仓促结束 心情郁结的他 前往竹林 练刀发泄 而程氏飞 因云罗舍身相救 答应为云罗做三件事 而云罗 要求的第一件事 就是 让他回京 当皇子第一号 程氏飞 虽然心中不愿 也只好答应 这绝对是程氏飞的人生巅峰 先从神侯手中 接过皇子第一号令牌 成为大内密探 又假扮交纸国王子 成为驸马 迎娶公主 但程氏飞 生性散漫 不喜欢被拘束 厌倦了 宫中繁文入节的他 再次逃走 这晚正在野外喝酒 却见张浸酒 待笑而来 告诉他 云罗因他出走 自杀身亡 程氏飞自然不信 可一刀跟着出现 也证实了这件事 一刀向来沉默寡言 更不会说谎 云罗是不是真的死了 他的遗书 希望能在一个 他喜欢的山丘上 火葬 哪一个山丘 你第一次离开护龙山庄 他说跟你度过 很快乐的一天 之后 程氏飞赶往山丘 路上回忆起 与云罗的点点滴滴 想起云罗 对他的不离不弃 不知不觉间 这个浪子其实 也早已对云罗动情 见到云罗遗体后 程氏飞伤心地说出真话 也承认了 与云罗的夫妻关系 这时 云罗睁开眼 程氏飞意识到 众人合伙骗他 而云罗 也知道了程氏飞的心意 决定跟他一起闯到江湖 此件事了 神侯决定前往天山 海棠知道云罗的这个习惯 于是随同前往 在路上 神侯向其讲述了 当年他与古三通 肃心的三角关系 可当二人进入冰冻 却发现冰冻空空如也 迎向沉门老殿的神侯 荒寸大乱 冷静下来后 便怀疑起 与他随行的海棠 龙之逆民 处之必死 肃心就是神侯的逆民 只要牵扯到肃心 什么义女 心腹都会被怀疑 神侯眼神冰冷的 解除了海棠的所有植物 并让他交出 玄自第一号令台 之后独自离开 心情不佳的海棠 借酒消愁 找到医刀倾诉 就算是你真的出卖了神侯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谁要谁与你为敌 我就把他给杀了 言语虽然冰冷 但却格外暖心 海棠第一次认真考虑 这个不苟言笑 却多次救他的男人 手不自觉地 拉住了医刀的手 另一边 成岁飞与云罗浪迹江湖 却在一荒村野店 发现东厂蝶子 带着一具棺材赶路 于是趁夜打开了棺材 正是被东厂劫走的 活死人肃心 龟海一刀 一记绝群斩 将曹公公 震退数十丈 将中国武侠击退二十年后 察觉绝群斩 已至瓶颈 于是来到水月安 向母亲讨要 父亲生前休息的 雄骂天下刀土 但他父亲因修炼雄骂天下 走火入魔 母亲不想儿子走丈夫后尘 坚持没有 可一刀根本不信 拿着父亲所有遗物 来到树林翻找 一番搜寻 一无所获之际 一刀气得将所有东西 扔进火堆 却不想 披风在火光映照下 献出刀虎 一刀连忙拿出披风 看着手中的刀虎 大喜过望 我找到了 我终于找到了 之后 一刀没日没夜的练习 他本就是武吃 又身负续海深仇 但雄骂天下乃是邪功 越烈越容易迷失心智 最终走火入魔 成为刀控人 直至历劫昏迷 第二天 一刀在屋中醒来 看到来寻他的海棠 便兴奋地讲起雄骂天下 可他此时已然入魔 海棠虽然察觉到异样 却看不出玄机 这时张敬九找来 却是查到了 一刀父亲 龟海百炼的被杀线索 之后 几人结伴找到当年的目击者 目击者称事发当晚 看到麒麟子 剑京风 以及了公大师 苦劝龟海百炼 平面雄骂天下 但龟海百炼执迷不悟 之后四人发生大战 龟海百炼 使出雄骂天下 而目击者被震晕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这间三人将龟海百炼 尸体运走 一刀听完 认定三人就是杀父仇人 于是回到水域安 向母亲求证 母亲却极力否认 似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而一刀已决定开始复仇 他杀气腾腾地来到麒麟门 麒麟门弟子摆出阵法 正准备御敌 麒麟子却现身叫停 将一刀带到龟海百炼 灵位前后 坦白自欺就是凶手 与其他二人无关 随即当场自吻 这时 一刀才从弟子口中得知 麒麟子二十年前 便断去双臂 绝无可能杀死龟海百炼 一刀觉得 他是想包庇其他二人 于是又赶往天下第一桩 可剑京风也自杀了 一刀只好去找了空 少林实力强劲 即便一刀使出雄霸天下 一刀打败了凡 却被神秘人一声符号 震着吐血 之后 与海堂躲进达摩洞疗伤 不想了空 主动找来 龟海一刀 死神附体 找谁谁自杀 先后找上麒麟子 见京风 二人双双自尽 如今 鸟公自己送上门来 却是一样抱了弊子决心 他愿意为故人之子 化解执念 也希望一刀报仇后 能找了结 废掉雄霸天下的邪功 但此时 一刀一心复仇 心致又被雄霸天下所找 不顾海堂劝阻 把刀攻向了空 而了空 明显没有伤敌之意 一味防守 用双指 夹住刀锋 将直接 却突然松手 施主 大仇已报 请赶紧找了解 阿弥陀佛 压在心口的仇恨 一招隔续 但一刀 没有一丝轻松 接连三人的 诡异死亡 加之 雄霸天下 对心智的影响 一刀 方寸大乱 之后 了凡 以为一刀 杀了了空 揪击武林人士 要为助持报仇 而此时的一刀 已难控心魔 直接使出 雄霸天下 对方死伤无数 一时间 龟海一刀 成为武林公敌 与此同时 程氏飞 意外带回素西 曹正纯又送来 判检查后 断定这是真的 但素西 被冰冻二十年 必须去除体内寒气 再服下天香痘寇 才可续命一年 恰好 神猴的西宫大法 可以吸出寒气 只是那样 神猴便会成为病人 一生受寒热之苦 但神猴 为救心爱之人 没有一丝犹豫 可为素西 续命一年 何具寒热交加 本王愿意 性命 交换 之后 神猴不顾一切 室出西宫大法 将素心体内寒气 尽数吸入自己体内 然后将天香痘寇 喂入素心体内 没过多久 素心竟缓缓转醒 沉睡二十年的他 容貌依旧 醒来第一句 还是劝他们兄弟不要打 当得知古三通 已经过世后 更是伤心不已 好在 有程世妃这个活宝 整天陪着素心 还浅忧愁 而母子俩 天生的血缘联系 让他们默契十足 云罗都不禁吃醋 而一次猜子游戏中 程世妃不禁找到了 藏在机中的字条 还念出了素心写的字 正是古三通的古 神侯知道 时隔多年 素心还是忘不了古三通 这时 一刀和海棠回到京城 神侯立刻给海棠安排任务 让他离京 而随着海棠的离去 一刀又成了一个人 夜晚 他在林中疯狂念刀 鬼使神差之下 来到驿庄败及父亲 此时 外面狂风呼啸 一刀告知父亲 大抽一冒 可这时 一声惊雷 乘在棺材的木凳 不堪重负裂开 棺材随机 落地支离破碎 海骨也掉落出来 一刀发现 一孩后心处 插着一笔匕首 而这把匕首他认的 正是当年父亲 送给母亲的定情信物 一刀这才恍然大悟 为何之前麒麟子 建京风 老臣甘愿自己 也要化解仇恨 其实是想包庇他母亲 而这一切 一刀根本无法接受 他的执念 害了三个慈祥的长辈 让他杀了无数无辜之人 到头来 仇人却是他母亲 第二天 一刀来到水月安 此时 他母亲准备消化为泥 建一刀进来 终于说出当年的真相 坦白 不愿看到麒麟子等三人 死于雄霸天下 从背后偷袭 刺死了已经入魔的 龟海百裂 一刀已经猜到了真相 可从自己母亲嘴里说出来 他还是无法接受 报仇一直都是他的执念 但如今仇人是自己母亲 他该何取何从 辛亂如麻的一刀 走出水月安 陷入无法为父报仇的 自责之中 这时 少林了结大师出现 被心魔驱使的一刀 以为是来寻仇的当机拔刀 而了结 不愧为少林三大神风之首 之前 在少林寺一句佛号 就将一刀震得吐血 而现在 面对一刀 羞涌攻势 应付起来 也轻松血液 无枉不利的霸刀 绝青斩 却被了结双掌 轻松夹住 还能趁机将一刀击退 一刀剑寻常招式 根本拿他不得 再次使出雄霸天下 羞涌刀气 裹鞋层层落叶 涌向了结 而了结 也再不拨大 直接使出招牌绝学 悲天敏人 一招就将一刀打背 他败人 却不伤人 力道拿捏 恰到好处 尽显高手风范 之后也不做纠缠 静止离开 而一刀 对于败给了结 耿耿于怀 他一直觉得 练成雄霸天下 就能天下无敌 却发现 还是打不过很多人 于是 又拿出父亲的披风翻掌 在衣服夹层中 竟找到了 比雄霸天下威力更大 也更邪门的 阿比道三刀 此刀法 号称刀之中极 一旦练成 鬼哭神豪 天仇地惨 天上地下 无人能挡 一直形成武功精进的一刀 此刻 看到如此刀法 刚从复仇执念中走出来 却又走进 天下第一的牛角尖 他当即开始练习 有绝星斩 雄霸天下的根基 一刀修习阿比道三刀 得心应手 进展更是当得起 勇猛精进 不出几日 他就练会阿比道三刀 而他此时实力 也来到顶峰 然阿比道三刀 邪恶无比 在一刀练至大城时 他的心魔 也彻底成形 这是龟海一刀 全剧的实力巅峰 败给了了结后 一刀又从披风夹层中 找到阿比道三刀 数日苦练中至大城 却不想此时 心魔已彻底成形 惚惑他去 罢开杀戒 一刀心底的良鞠 与心魔苦苦对抗 不可以 我不可以再杀人 我不可以再杀人了 你不要叫我杀人 但心魔已成 一刀根本掌控不住 一次次甩掉长刀 长刀却自行飞入手中 世界俨然成为血红色 一刀眼看无法控制自己 用最后一丝领志 一掌拍动心口 吐血晕倒 但十五月圆之夜 心魔再次发作 一刀一身杀气 来到护龙山庄 见人就杀 侍逢神侯不在 不使用金刚不坏神功的 承世妃 根本不是巅峰状态的 一刀对手 只能带着云罗和素心 躲进密室 在这里 素心想起往事 说自己曾生过一个孩子 而承世妃 也想起自己身世 不久后 神侯带人赶到 而一刀早已不知所踪 另一边 海棠来到蛇岛 寻找断天涯 这就是神侯 给他的任务 急叫天涯返回中原 飘絮担心天涯安危 不想让他回去 但天涯感念神侯的 养育之恩 又曾许下承诺 纠结时 收到神侯飞鸽传书 当下再不耽搁 赶赴中原 回到护龙山庄后 神侯让海棠和天涯 找到一刀 带回护龙山庄 但曹正纯 怎会放过这千载难逢 打击护龙山庄的机会 纠结一群武林人士 组成屠刀联盟 先一步抓到龟海一刀 承试飞赶到 救下一刀 但两人根本不是曹正纯 天罡元气的对手 三人相识间 突然一股磅礴气力 席卷而来 曹正纯勉强抵挡 却仍觉力不从心 只好先行撤去掌匿 话音刚落 了结大师与天涯神侯 结伴而来 了结在武林中 辈分提高 颇有威望 他出面要带走一刀 并表示 为一刀负责 众人再无一意 只能任由了结 带一刀等人离去 之后 二人来到少林 一刀自认罪孽 愿意接受佛花点化 除去心魔 而不甘心的曹正纯 在朝堂上再提此事 神侯见曹正纯如此咄咄逼人 当众发誓 可第二天 就有黑衣人找到了结 话音刚落 黑衣人就拔刀出招 表结飞身躲过 一眼认出 这是杀神一刀斩 也看出 黑衣人身份 正是柳生弹马手 柳生也不作严 夜里始终刷刀 这时 一刀文许出来 柳生剑不是了结对手 立刻攻向一刀 了结 飞身来就握住刀锋 背方不测 一掌将一刀打落全崖 可就这分心功夫 柳生舍弃长刀不用 转身短刀厚刺 郑重了结 你竟然会是 输霸天下的刀法 大北战果然厉害 可惜你中了我一刀 少林僧人很快发现了结尸体 了凡以为是一刀所为 当即向五名发出追杀力 而神侯文许后 再次派出天涯和海棠 俩人在达摩洞中找到一刀 而此时 一刀才扛住第二次心魔 俩人要他回护炉山庄 一刀却想留在达摩洞 最终 由海棠陪一刀 回到水月安 和一回去 一刀再次发疯 压制心魔的佛祖 出魔完也没了 一刀怕自己再次被心魔所痛 趁着最后一丝清醒 左手持刀砍下 自己使刀右臂 这样一来 心魔尽除 而一刀也算废了 但昨晚 神医塞花驼和太后 唯一的亲哥哥 先后死于熊霸天下 俨然有人在故意杀人 栽赃嫁祸 归海一刀 曹政纯趁机找到皇帝 希望把神侯关进天牢 但皇帝虽然不堪 却懂得制衡的道理 不想打压神侯 让曹政纯做大 但曹政纯知道 这是除掉神侯最好的机会 捕获太后给皇帝施压 皇帝只好传神侯进攻 曹政纯咄咄逼人 让神侯履行之前的誓言 形势之下 皇帝也只好拖延三天 表示考虑如何处置 可曹政纯却私底下威胁神侯 神侯的牢狱之灾 已不可避免 他当即着手准备 先是召回上官海堂 让他主持天下第一桩 用飞鸽传书找来万三千 让他保住护龙山桩 万三千虽然不会武功 但他不可避过 神通宏大 可用之人无数 做完所有安排后 神侯被关进东场天牢 落入曹政纯手中 曹政纯对于这个一生之敌 一点都不客气 不仅给他戴上枷锁 还用银针封住穴道 这样神侯即便武功盖世 也用不出来 曹政纯新满异服离开了 可他却不知西宫大法的玄妙 神侯趁狱祖送饭时 将内力换进狱祖体内 再控制狱祖用西宫大法 吸住了封住大学的银针 另一边曹政纯跑到天下第一中 耀武扬威 众人见曹政纯来者不善 当即动手 但曹政纯同此宫 身不可测 左右两掌 就击退众人 就在曹政纯一掌 攻向海棠时 一绿衣蒙面人突然出现 挡在海棠身前 曹政纯察觉异样 再出一掌 那人却突然消失 出现在曹政纯身后 一变二 二变四 曹政纯打哪个 哪个消失 却又再次出现 伸出八只手来 与曹政纯对打 曹都主使出全力 就未向对方分毫 反而把自己累得 气喘吁吁 原来 刚才将曹政纯耍得 团团转的人 就是湘西四鬼 他们也是武林中 唯一变成 魅影神功之人 魅影神功 御守危机 无论什么功夫 都能化解于无形 而无论什么样的高手 被湘西四鬼缠住 只能被活活累死 八大门派 曾邀他们出席武林大会 却被拒绝 只因他们是天下第一首富 万三千的保镖 曹政纯知道 不是万三千对手 只好灰溜溜离开 去找雾龙山州麻烦 想找出 十大将军的秘密档案 以此彻底毒霸朝纲 可档案是早已搬空 只留下曹政纯自己的资料 曹政纯 一岁丧父丧母 不知真实性命为何 为人阴险奸华 无恶不作 民间多骂他为曹燕狗 放他的屁 走 曹政纯以为神猴入狱 就能得到十大将军的秘密资料 掌握军权 却不想又被耍了 回到天牢 才得知 情报是被万三千接收了 而要查阅资料 必须得有神猴的口令 为了问出口令 曹政纯对神猴用刑 甚至让铁爪飞鹰 穿了神猴皮靶骨 但寻常酷刑 根本无法让神猴开口 第二天 素心挂念神猴 便在城市飞 云罗的掩护下 进入天牢 可半路 骆妇人交给他一枚药丸 素心唇良 不宜有诈 又担心神猴安危 便吞入腹中 可见到神猴后 突然腹痛难忍 原来曹政纯一直对神猴没办法 骆妇人便提议 用天残 那天残若被人吞入腹中 便能依附在人体内 只要骆妇人弹奏琵 天残就会随着月升 在体内游走 是有五脏六腹 且天残生有道沟千足 无论武功多高 都不能将其逼出体外 骆妇人正愁如何骗神猴吞下 素心便送上门来 此刻 素心疼得在地上打滚 这比神猴自己承受 更加心痛 着急之下 神猴使出息功大法 彭汉吸力 直接将素心吸了过去 并将他体内的天残 吸入自己体内 曹政纯健壮 让骆妇人加快弹奏 五脏六腹被啃尸的剧痛 强如神猴也抵抗不住 只能说出口令 另一边 海棠等人正在商量 如何营救神猴 诚实为提议 求助万三千 毕竟天下第一首富的神通广大 人尽皆知 有他相助 定能马到攻城 海棠找到万三千 说明来意后 万三千却趁机提出条件 那就是让海棠嫁给他 经过此前种种 万三千对海棠痴心不改 而海棠早已爱上一刀 但为了恩重无传的义父 他只能舍其自我 答应嫁给万三千 之后 三人立刻强攻天牢 断天牙等人强攻天牢 轻易解决守卫 但当三人找到神猴 神猴却表示不愿离开 他当时自愿入狱 现在私自离开 如同骑军 而肃心也表示 要与神猴生死与共 几人说话间 曹正纯 一代人赶到 三人只能向外突围 寻常进军 自然不是他们对手 这种级别 还得督住自己来 曹正纯 四十年同骑军 四十年从此宫 内力行后 三人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 成士飞被禁军死死困住 高压之下 伴随着嘶吼 成士飞双眼突然变成金色 被迫使出金刚不坏神弓 瞬间将周身禁军阵飞 此时的成士飞力打无穷 刀枪不入 一圈打穿墙壁 举起几百斤的牢门 冲向曹正纯 曹正纯不敢丝毫大意 用出石城 天罡元气抵挡 但两人内力相撞瞬间 牢门破碎 曹正纯也被震飞出去 高下立判 他心知不识对手 立刻跑路 让手下准备火药 要将神侯等人 连同天牢一起炸掉 这时 铁爪飞鹰偷偷传信给云罗 得知几人有难 云罗立刻求助太后 以性命要挟 拿到了免死金牌 可当他赶到天牢 才被告知 金牌只能救一个人 他理所当然要救程氏飞 但程氏飞却放弃了 并提议带海棠出去 因为只有海棠 才能起得动万三千 众人或有一线生机 但当海棠 云罗两人刚出天牢 身后就传来巨大爆炸 一时间 护龙山庄只剩下三个女人 在家里哭自己死去的丈夫 忽然一枚骰子 出现在桌子上 云罗想到 这是程氏飞给自己的信号 之后根据指引 在万三千的密室中 天牢原来关键时刻 万三千的绝地小队 挖通了地道 天牢和程氏飞 才得以死里逃生 曹正纯发泄后 只能将怒气 发泄在神猴身上 再次让洛夫人 弹起琵琶曲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神猴 趁稳挑起 铁爪飞鹰的配件 自吻当场 曹正纯本想把神猴尸体 随意处置 铁爪飞鹰却提醒他 诸无事 好歹是皇叔 必须紧葬 否则不好向皇上交代 曹正纯虽然嚣张 却仍忌惮皇权 只好照办 而作为一生之敌 第二天 曹正纯亲自为神猴 主持葬礼 我一直有和他打一架的冲动 一直于连晚上做梦 都在和他交手 我几十年练就的天纲元旗 能不能堂堂正正地打败他 在我内心一直是个疑问 现在这疑问 永远没有答案了 天旦神猴被曹正纯 视为一生之敌 两人争斗多年 终于有了结果 曹正纯此刻不免生出 惺惺相惜之感 但感伤之余 更多的还是喜悦 与再难掩饰的嚣张 这时 海棠突然持剑出现 直刺曹正纯咽喉 曹正纯不慌不忙 一指弹开剑锋 几招便将海棠逼退 随后 程世妃从天而降 裹挟天尽力 直取曹正纯天灵杆 曹正纯察觉后 抬起一掌 内力碰撞间 程世妃也被震开 之后 曹正纯腾身运来 双手扣住程世妃 与海棠咽喉 就在这时 断天崖在台上突然出现 旧总素心 曹正纯健壮 不怒返校 他料定 大内密探会来 此刻 断天崖现身 便不再遮掩 直接叫出了埋伏在四周的黑衣舰队 他要将护龙山中余孽 一网打尽 可就在这时 山头发生爆炸 万三千在湘西四水的护送下现身 他到了 他的绝地小队也到了 在超能力下 一千三百人 不眠不休 把地道挖到了这里 下一秒 曹正纯的黑衣舰队 全军覆没 但即便如此 曹正纯依然不惧 今天你有多少钱 我都要你的命 原来贴胆身后没有死 贴爪飞鹰也是卧底 曹正纯依然大势已去 从天堂跌入地狱 让他不有苦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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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好在可以还我一个心愿 和你身后真正的打一场 我也等了这天很久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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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好在可以还我一个心愿 和你身后真正的打一场 我也等了这天很久了 来吧 言霸 两人同时出招 浑身尽力怪于双掌向对方轰出 两股真气相撞 人群纷纷对比 神侯率先收招而来 曹正纯紧随其后 出掌攻来 神侯不慌不忙 一挡挡住 翻手便扣住曹正纯卖门 却是后发先制 已然掌握进攻主攻 之后出招连绵不绝 致使攻其要害 诸无事 阴忍二日载 自当年 十股三天一战后 鲜有出手 此时出路锋芒便是全力以赴 曹正纯面对其汹涌攻势 只有招架之攻 却无反击之力 几招后便被掐住咽喉拖行 又被一脚踢飞 两人掌力相撞 真气余波 炸的周围地洞山摇 河水沸腾 下一秒 决胜负又决生死的时刻到来 神侯右手虚握 竟使出失传已久待 乾坤大挪移 身旁巨石 轰然炸裂 无数石块 攻向曹正纯 曹正纯不敢大意 使出天罡童子宫 最强防御 贯穿龟海 将石块纷纷炸碎 可神侯又抓起一座 数十丈高的巨石 一致两人中间 两大绝世高手 隔着巨石 以劈内力来回拉扯后 忠视神侯内力更胜一筹 手掌发力 巨石红然碎裂 碎石直播曹正纯 胜负已然分晓 而接下来便是绝生死 神侯趁机使出西攻大法 曹正纯拼尽全力抵挡 终究气力不济 被神侯吸入体内 只留一口真气放了出来 直至此时 曹正纯才确定 铁胆神侯真的会吸光大法 而诸事 见圣券在握 也不再隐藏 只言自己吸了两百人的功力 才有如今的境界 而曹正纯苦练四十年的内力 也尽归他所有 听到自己一声苦练 为仇人作嫁 一向礼貌 宠辱不惊的曹正纯 此刻也难免 气急攻心 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他自始至终都小看了铁胆神侯 两人明争暗斗多年 神侯对他了如指掌 而他连神侯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 都不清楚 这是情报上的差距 而武功上的差距 已然明了 至于继谋 神侯当得起老谋深算 曹正纯输得一败涂地 而神侯的继谋也浮出水面 为了除掉曹正纯 他故意示弱 先有断天崖 离开中原 后有归海一刀 呼毒武林 让曹正纯觉得有机可乘 他自愿入天牢 表现得一败涂地 甚至生死 不过是为了引曹正纯露出所有底牌 让他骄傲大意 公然威胁十大将军 然后离开皇城 给了神侯明正言顺杀他的机会 此刻曹正纯一败涂地 神侯本能将其吸干 却流了一口真气 只是想知道 那第三颗天香豆蔻的下落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但是 你永远别想得到那 第三颗天香豆蔻 因为 连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曹正纯言露 不给神侯出手机会 一掌拍下自己天灵干 带着尊严下线 而除掉最大的对手曹正纯 放眼朝堂 再无一人是神侯对手 空前的胜利 带来的是空前的运气 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膨胀 之后 肃心因天残誓咬 提前衰老 但神侯运气爆棚 竟然从云罗的人与小明珠中 找到第三颗天香豆蔻 救活了肃心 此刻他十里空前 独霸朝钢 又得到了一声挚爱 可谓春风得意 而铁胆神侯 莫心肠胆 谋划多年 可不是为了一个亲王 而是那天下唯一的一把椅子 他和曹正纯不同 曹正纯全力到了极致 不过一个太监 只能携天子 以令诸侯 而他可以问底九五 他先请求皇帝 给他和肃心赐婚 但此事当年先帝极力反对 如今上至太后 下至朝臣 也纷纷反对 但他如今掌握着 十大将军的法柄 让十大将军 联名请奏 当皇帝看到 十大将军的联名奏章时 才意识到 他苦苦维持的平衡 已然随着曹正纯的下限打破 如今 神侯已经伟大不掉 对于如此蛮横要求 他也只能答应 先行稳住神侯 再做打算 可当神侯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肃心时 肃心却告诉他 二十年前 他已与古三通成亲 还生了个孩子 就是成是非 神侯听到这话 内心翻江倒海 表面上却仍表现出理解和大度 在心爱的女人面前 男人可以输掉一切 但唯一不能输掉的 就是风度 他无法对肃心 恶意相向 但午夜梦回 那心中的痛 却格外真切 因为他是我的梦 我的梦 无论如何 保住这个梦 我不能让这个梦幻灭 不然 这么多年来 我苦心惊盈 机关算计 都白费了 事实上 他的梦已经支离破碎 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他一直在跟古三通比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早就输了 二十年前就输得一败涂地 与此同时 身后的铁搭档万三千 也输了 海棠见到了除去心魔的一刀 心事进度 他一直爱的就是一刀 可万三千 却能安抚那些 被一刀所杀的人 因为爱一刀 所以为了一刀 他可以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唯一能给一刀的 就是他的心 万三千得知后 心痛欲绝 但还是决定 迎娶海棠 因为那也是他的梦 尽管自己已经一败涂地 但破碎的梦 就如阳光下的泡沫 一碰就碎 就在他和海棠 准备拜堂时 一刀悟请自来 浑身杀气 原来 昨夜一刀回去后 便遭遇一群 黑衣人围杀 他母亲 为了救他 被赐死当场 而万三千 与海棠的约定 随之失效 之后 神后一心 杀掉一刀 而海棠 则以死相逼 在亲朋好友面前 万三千 颜面尽失 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 心爱的女人面前 保持最后的风度 他放一刀 海棠离开 之后 费然离去 他并没有派人 暗杀一刀 而昨晚的黑衣人 是受谁指使 他心中 已然明了 在说 一刀与海棠离开后 二人自知 天下之大 已无处其身 就在准备双双殉情时 皇上的人赶到 原来 皇上见神侯势大 便亲自出面 请天涯为他效力 但忠孝之间 天涯难做决断 被复大学士带走 如今 海棠 一刀 被神侯追杀 自然成了皇帝的招揽对象 再说 程世妃和云罗 发现神侯 像变了一个人 两人进出护龙山中 也被三十六天罡的人拦下 神侯已经放弃 四大密探了 别说走了两个 就算全走了 我也不在乎 神侯真的跟以前 有点不同了 何止有点不同啊 简直骗了一个人呢 程世妃察觉神侯性情剧烈 但还是跑到护龙山庄 想给海棠 得一刀求情 却被三十六天罡拦下 无奈 只好去找肃心 却又被七十二地煞拦下 程世妃忍无可忍 直接出手 将两名护卫打晕 然后带着肃心离开 而肃心得知神侯 想要篡位后 整日心情不宁 之前又被禁止 与程世妃见面 他知道 神侯始终介意 也觉得 神侯越来越陌生 预感即将有大事发生的他 便决定告诉程世妃真相 我不是你干娘 我是你亲生娘亲 我爹是谁啊 古三通 程世妃猛然想起 当年古三通传功的情形 与时虽感意外 却又觉得 是在情侣之中 也许这就是天意 可就在母子相认的温情时刻 朱无事因策策出现 他劝提劝说程世妃 并许诺 让他成为太子 却不想 程世妃这个小混混 虽然玩世不恭 却身名大义 两人一言不合 直接开打 程世妃哪里是他对手 没几回合 就败下阵来 眼尖肃心被抓 神侯又激将他 使出金刚不坏神功 程世妃终究没有忍住 随着一声嘶吼 变身小金人 周身瞬间 刚气四溢 接着运转全身尽力 双掌打出 神侯不敢大意 全力抵挡 内力比拼 两人竟平分秋色 之后 七身拆招 也没有画脸无上 同时拳拳到肉的 硬碰硬 两人互换起全后 各自退开 程世妃对他的威胁 已然大大减小 但他却没有趁机将其击杀 而是转身离开 只因他也受了重伤 注意 天帝玄黄 四大密探 齐举御书皇 皇帝佣金 无人可用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四人身上 帝玄黄三人 对神侯已经寒心 表示愿意支持皇帝 可断天涯 并未受神侯迫害 反而神侯对他恩重无山 忠孝之间 他唯有两个相邦 选择回到蛇岛 而神侯听说 三大密探投靠皇帝后 这要把所有 与我为敌的人 赶尽杀局 这要把所有 与我为敌的人 赶尽杀局 当晚断天涯遭遇袭击 他虽将四名黑衣人轻易斩杀 儿子却被掳走 当即提剑去追 与此同时 三大密探与富铁城商议对策 富铁城建议三人刺杀神侯 可之后富铁城却遭遇刺客 此在杀神一刀斩之下 等三人闻讯赶到 海棠立刻发出 漫天话语撒金钱 但却被刺客躲过 之后 暗中又杀出庶名黑衣人 倚刀和城市飞 与之缠斗 而海棠则独自追了出去 却在天涯家附近 失去刺客踪迹 恰好看到飘旭 可他扶着飘旭回屋时 发现飘旭脉相异常 于是发出银针试探 却被飘旭轻易躲过 原来之前飘旭为了与天涯成婚 自断一条筋脉 可刚才海棠辅助飘旭时 却发现他迈向正常 毫无残缺 他不敢相信 杀死护铁成的就是飘旭 反倒是飘旭大方承认 并承认之前 是他杀了赛华陀 我就等人 架火一刀 目的就是配合神侯的计划 其实从一开始的乌丸 立袖再到后来他们相遇 都是神侯的安排 这时一黑衣人突然出手 海棠被长剑穿凶而过 而飘旭借着动手 使出雪飘人间 海棠死了 因为他的聪明 而他的词 也让形势彻底失控 海棠目前 本想离开的天涯 决定留下查出真凶 本想明哲宝心的张敬九 也有了一定要查下去的决心 之后 天涯把张敬九 叫到一旁商量案情 凶手用的是武士刀 而海棠指甲中 有些墙壁粉末 说到这里 两人敏锐意识到 海棠在临死前 留下了线索 天涯立刻就要回去查看 却被张敬九拦住 他已经怀疑身边的人了 这时万三千束缚而来 他对海棠痴心一片 虽然有始无终 但仍将海棠 视为自己的记忆 海棠 你安息吧 我不会让害你的人好过 我要你为海棠的 封注出代价 海棠死后 万三千伤心欲绝 他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 却知道幕后指使者 就是陈侯 于是跑来护龙山中 兴师问罪 而此时 陈侯一副 胜券在握的样子 大谈修身 齐家 治国平平下的先后顺序 甚至自闭项羽 万三千对此 吃之乙鱼 对神猴绞兔死 走狗风的做法 更是极为不满 其实 他不在意神猴迫害其他人 他只恨神猴杀了海棠 他和神猴一样 都极为聪明 却为情所困 神猴放不下素心 而他放不下海棠 甚至可以为了海棠 与神猴翻脸 当日婚礼上 他已经猜到 是神猴派人杀了一刀母亲 只是估计合作关系 隐忍不发 如今 海棠生死 他忍无可忍 话音刚落 湘西四鬼 从万三千身后现身 之后 攻向神猴 四人多年来 形影过瘾 早已心意相通 联手欲敌 更是威力无穷 强如神猴 也只有招架之力 不消几个回合 便被抓住四只 湘西四鬼 已然占据上风 不消片刻 便能将神猴 所有内力化去 却不想 被一股尽力震退 但刚才交手 仍是湘西四鬼小生 湘西四鬼 联手发解内力的本力 果然是 五零一绝 承让 可惜 花音刚落 神猴伸出双掌 一股强大劲力 便将湘西四鬼 射入手中 不消片刻 就被吸干 可惜 湘西四鬼一身绝学 就此失传 万三千见状 虽然惊讶 却也不慌乱 他自信神猴 不敢杀他 因为他控制着 神猴启示军队的 所有良想 却不知 神猴谁都不信 一早就派人密切监视 在海塘墓航 拿到了白宝箱 而万三千 彻底失去 利用价值 被掐断了脖子 万三千一直以为 他和神猴是一样的人 一样聪明 一样重情 甚至以为之交 但他聪明 反备聪明物 在与神猴的合作中 毫无保留 交出了湘西四鬼 这一户身符 害了湘西四鬼 也害了他自己 但他对海塘的爱 却足够纯粹 即便后来知道 与海塘相遇 也是神猴的安排 仍出心不改 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 同时 对金钱 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正如他自己所说 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 唯有爱 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但他仍为之付出了所有 甚至生命可敬可配 就在万三千 为海塘送命时 一刀也在为海塘 苦练刀法 但右手刀 改为左手刀 诸多不便 好在城市黑 交给他一套左手刀法 将一刀实力 可以短期恢复 而天涯去客栈 寻找张进九 却碰到刚杀完人 还来不及离开的 柳生大马首 这对纠缠多年的翁续 也迎来生死对决 这就是天意 王宗正是柳生断马首 看到柳生还活着 天涯很是意外 两人纠葛多年 仇身四海 见面已无需言语 血仇还需血来解 天涯当机拔剑 出鞘 直指柳生 见风未达 剑气已至 一招便将柳生击退 之后更是连绵不绝 而柳生身为一代宗师 实力毋庸置疑 失去先手 仍能很快扭转局势 两人在狭窄楼道 你来我往 刀剑铜锵之声不绝 几十招后 天涯渐渐落入下风 背一脚踹倒 眼看柳生 持刀砍来 横剑格挡的同时 翻转手腕 砍中柳生肩膀 相之间 柳生左手拔出短刀辨刺 却突然留手 原来 飘旭多次警告 不许伤害天涯 飘旭虽然不在 却又救了天涯一次 天涯阵机 逼退柳生 他自知 柳生饶他一次 便用黑布蒙中眼睛 算是偿还 刚才的手下留情 而柳生 作为大宗师 自然知道 决心的重要性 当下整理思绪 不再流行 一招定生死 长刀辉出 正是招牌决系 杀神一刀斩 连杀气都变得凝实 柳生持刀冲来 电光火石间 刀剑相撞几十次 剑气一波 四散炸开 可就在这时 金刚软剑反射的 一笔强光 刺入柳生眼中 而金刚软剑 也随之刺入柳生下腹 这就是天涯 柳生弹马手 武功高强 战斗意志坚定 在明知 不是了结对手的情况下 仍孤身出手 且战而胜之 是天下第一中 为二 能以弱圣强的高手 可惜 遇到天涯这个苦主 儿子死在天涯手中 大女儿因天涯而死 他如今 又被天涯以弱圣强 成为绿叶 令人不胜唏嘘 而他小女儿 也将因天涯 生死下线 柳生死后 天涯通过盲人乐师 提供的乐服线索 很快找到 杀死海棠的真凶 正是自己的枕别人 飘续 飘续被识碰后 也不辩解 承认了与神侯的 所有阴谋 因为无法面对天涯 依然选择自己 飘续因任务 接近天涯 甚至嫁给天涯 也是任务的一部分 但人的感情 最难计算 谁都想不到 飘续 假戏真做 真的爱上天涯 不得不说一句 断天涯 真的是柳生家族的克星 只是不知 这是天意喜然 还是神侯 牵制柳生家族的 后手安排 无论如何 海棠的叙事 引起一大波 关键人物下线 先是对海棠 用情赤身的万三千 及其势力 相惜似鬼 再是柳生家族 父女俩被天涯双杀 神侯的三股势力如鸡 只剩下他孤家寡人 和几十个小孩 而四大密探中 海棠离世 神侯曾公开 下令击捕一刀 两人早已恩断一绝 而成是非 本就与神侯 没什么瓜葛 如今 只剩下天涯 与神侯恩怨未了 他要对抗神侯 就得堂堂正正 就得先与神侯 了结过往 一日 断天涯 支持来到护鸿山庄 依然是三十六天刚拦路 依然是口气格外大 依然是格外不扛揍 这时神侯出现 他太了解天涯的性格 料定天涯 今日会来 而他早已准备好措辞 但天涯独一已定 跪下 向神侯扣了三个头 偿还救命 授业和养育之恩 神侯眼见 无法挽回 听出 让天涯 受他三掌 没想到 天涯直接同意 神侯当即连发两掌 却是未出全力 他仍想着 天涯回头 但断天涯已决意 与神侯一刀两断 神侯见状 再不留守 这时 皇帝驾到 以白银万两 封印九百里帮断天涯 还了养育之恩 至此 断天涯与神侯再无瓜葛 而神侯也与皇帝 彻底撕破脸皮 带着十大将军 威胁皇帝退位 可志得意满的他 回去后才发现 肃心意外 吵入密宗室 不仅看到了他的日记 知道了 当年是他 在太湖之盼 杀死八大派 108位高手 驾获古三空 还烧掉了 十大将军的卷宗 至此 连最爱的人工 背叛了他 神侯终于失去风度 你想不到 你输给了我 但亲手毁掉自己的梦 他做不到 只能将肃心软禁 而这时 断天涯 龟海一刀 成是非 云罗 来到红龙山庄 最终决战来临 断天涯等人 来到红龙山庄 再次遭遇 三十六天罡拦路 但所谓的 十二天罡大阵 图有其表 在真正的高手面前 不堪一击 云罗趁机 去营救肃心 而断天涯三人 一路杀进红龙堂 此时 神侯端坐在 新定制的龙椅上 志得意满 这一天终于来了 是 终于来了 此时 任何言语 都已失去意义 只有武功 才能决定 身有发言权 神侯拍掌杀盗 虽被三人团团围住 却丝毫不落下风 膝肝曹正纯 湘西四轨后 神侯息功大法大成 内力深不可测 实力已然 旷骨朔机 浑身真气外散 边自成 护身钢气 以贤熟 全找招式 便能与三人 手中兵器中旋 一开一盒间 行云流水 不消片刻 便将三人击退 来到走廊 神侯高高跃起 三人同时击中 其小福丹田 却被磅针气 再次击飞 眼看三人不是对手 神侯更加张狂 而三人再次全力出击 瞬息间 已连出数招 之间 空中身形腾转 剑影横飞 真气四散 可中心的神侯 却不动如山 稍一运进 又将三人击飞 随后 以西弓大法 控住三人 又用乾坤大罗鱼 抓来一座偏厅 砸向众人 瞬时间 整个护龙山庄 地董山摇 目注瓦力横飞 这时 云罗抱着一个锦盒赶到 在废墟中 找到了诚世飞 告诉他 金刚不坏神功 还能用 原来金刚不坏神功 只有童子神能炼 和一生只能用五次 都是苦三通 骗人的把戏 而神侯竟然都相信了 诚世飞 再次变成小金人 神侯一脸难以置信 但还是全力攻去 而诚世飞 仗着金刚不坏 对身后的攻击 不躲不闪 完全放弃防御 抓住每一个机会攻击 伴随着金属碰撞的声音 两人互换数拳 眼看肉搏不是对手 神侯用吸星大法 将浑身内力 灌进身前石龙 而那石龙 竟然在爆炸中 捧月入空 张牙舞爪 嘻嘻如生 神侯控着石龙 不断攻击 而诚世飞 无去任何败力攻击 每每都能将其击退 更是找机会 抱住龙场 一头摔打 硬生生 将龙打落在地 金刚不坏 传统 降龙十八门 打灭天下无敌手 打得神侯变成狗 说废话 说吧 两人同时向对方冲去 强横身体冲撞下 石龙寸寸炸裂 而两人也完全放弃防守 使出全力一击 互换一拳后 各自被震飞出去 昌世飞 已然口吐鲜血 被打掉了漆 而神侯四叶受了伤 却仍有余力 说完 云罗将手中锦盒 扔给神侯 神侯意识到神慢 双手颤抖的 打开锦盒 接着是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解合中 正是肃心的人头 他要是侯亲眼 看着他的梦 肃心 肃心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肃心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啊 为什么 肃心 随着梦破灭 重伤的神侯 彻底癫狂 横身跃入空中 无乱攻击 被起身的天涯 一刀刺中醒口 倒地后 却扔拖着锤死的一口气 向着龙椅奔去 一分钟前 多么嚣张 此刻就多么狼狈 肃心 肃心死了 我做皇帝 还有什么意思 肃心 肃心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在一起 结束了 诗意皇子朱无事 奔向最新武学 浪迹江湖 却一见钟情 爱上肃心 为了肃心 他一步步 除掉障碍 他暗算结败兄弟 然后谋划篡位 他迫害 一死一女 除掉一个个墙皮 可到头来 才发现 当没有人 能阻挡他们 在一起时 自己引人 重判清零 而肃心 自始至终 爱的只有谷三通 他为爱 天下不许工业 也为爱丢失所有 乃至性命 可怜心中所爱 求不得 天下第一 终成空